这是一部光看人社会战畜队的漫画 沈依晨奉行能动手绝不逼逼 校内为他独尊的小霸王 却是个一被撩 就容易害羞脸上的大纯情 济于明智商高 家事好 佛陀竟玉系学神一枚 却是个促进大 占有玉机枪的白切飞 是品学兼优的学神 被狂拽嚣张的校霸找她的 还是学神反向操作 只要人于腿软 别急 谁制服谁还不一定呢 沈依晨到表弟家去取篮球 却听小弟说表弟成日躲在家里 一副带他回老家散心去了 沈依晨只好自己到表弟房中取篮球 却无意中看到表弟的日记 这一眼顿时呆立当场 济于明磨磨了我 最重要的两个字 居然模糊完全看不清 磨磨是什么玩意 沈依晨立马翻开表弟的日记 寻找蛛丝马迹 没想到表弟的日记居然记录着 他被一个叫济于明的学长 降降降的所有过程 那个人不顾表弟你有喜欢的人 居然抢迫他做不愿意的事情 表弟不是失恋了 而是被人欺负了 沈依晨叫上一众兄弟 来到篮球场要找济于明算账 篮球场一群人嚣张地围过来 大声叫喽 让济于明出来 球场上的同学一看 为首的居然是沈依晨 那个能动手绝不多话 一个能单挑十个的暴力 纷纷为学长捏了一把汗 沈依晨见兄弟友好的询问 球场上的同学 却得知济于明不在 心里十分郁闷 一个眼神飞过 同学立马实相地打电话给济于明 同学的兄弟提醒沈依晨 今天只是来试试说 千万不能动手 沈依晨咬牙切齿 弟弟被欺负成那样 我还不能动手 那我就在球场上打败他 济于明 你等着吧 沈依晨无意中看到表弟的日记 原来他一直被济于明欺负 叫上一众兄弟 决定找济于明算账 要在球场上打爆他 将他踩在脚下 这是身后传来声音 你找我 哦哦 我们的右翼男主登场 看着眼前高冷挺拔的帅哥 沈依晨居然一瞬间沉默 心里却无比崩溃 卧槽 他居然比我高一个头 气势上似乎矮了一头 济于明捕视着他 低沉的嗓声传来 不好意思久等了 没来由的 沈依晨居然心跳加速 啥情况 居然有点心动是怎么回事 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年头变态都长得这么有欺骗性吗 刚想着要用气势压制他 却见济于明撒着下巴 深思道 你是打后卫的吗 沈依晨感觉受到轻视 恼羞成怒道 你管我什么位置 反正都能打抱你 济于明却毫不在意 温生询问 这么凶 我们有过节吗 想到表弟日记中的遭遇 这个混蛋 对小瓜做了那种事 还能笑得出来 沈依晨怒 你装什么装 见他这么激动 济于明心想 好像真有过节 但我不认识他 沈依晨不想和他多废话 拿过篮球 来吧 济于明却不着急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沈依晨傲娇的插腰 我是你沈爸爸 这个熊孩子模样 让济于明一阵无语 沈依晨还沉醉于半徒 看你的样子 走了吧 话还没说完 济于明却迅速闪身而过 将球夺走 沈依晨非常无语 你个糟老头的坏的 济于明你不讲武德 居然玩音的 济于明表示不羡 对手抢你球 还要经过你允许吗 一个帅气弹跳 准备投篮 沈依晨脑中 不见表弟被欺负的场景 小宇宙瞬间爆发 我进你个大头鬼 说好的打抱济于明 怎么变成投怀送爆了 沈依晨为了表弟 要在球场上打抱济于明 顺利阻止济于明投篮 在投篮前一刻打掉篮球 济于明一惊 他居然把球篮下了 这家伙跳得这么高 不过是不是有点过高了 刚一愣神 沈依晨惯性下落 接接实实地扑进济于明怀里 济于明不爽嘲讽道 你要这么玩就没意思 还不从我身上下去 而这么近的距离 沈依晨闻到济于明身上的香水味 一下子想到表弟日记里的话 对济于明怒口道 谁让你说那种莫名其妙的 赶紧从济于明身上跳下来 像染上脏东西似的一阵拍 济于明只觉得沈依晨这人有毛病 周围的同学给济于明支招 要不要叫些外援 那家伙有点莫名其妙 济于明无所谓 不用 只是打个球而已 面对沈依晨再次发起挑衅 只是觉得有趣 我看他能闹到哪一步 不过也紧到沈依晨 那犯规 别怪我不客气了 沈依晨凶凶地反驳 刚才是意外 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两个人气势上 谁也不让谁 我要为波及到现场每一个人 比赛再次开始 两人同时跳起抢球 占据身高优势的济于明 拿下篮球 望着济于明飞奔出去的背影 沈依晨咬牙切齿 这家伙有两下 这球你能进那是不可能的 快速追上 一把抢下济于明手中的球 济于明第一次预告 能从自己手中抢走球的人 这人身手很错 沈依晨洋洋得意 沈依晨正暗暗感叹 济于明的速度好快 眼睛却盯在他敞开笑话 露出的胸膛上 不由得移不开视线 脸红起来 明明是激烈的篮球单挑 沈依晨却盯着济于明的胸脸红 下一秒手动的球被抢走 还被济于明吵口 比赛的时候发呆 可是会输的 济于明一个迅速的背身 后背紧贴着沈依晨的胸口 滚烫的体温传来 沈依晨又不自觉心跳加死 这啥情况 太不正常了 济于明带球快速冲向篮筐 你动真格就是这个水平吗 沈依晨不服 你你卑鄙 济于明再次准备投篮 不好意思 这一轮分是我拿 不行 绝不能让他进球 沈依晨本能地伸出手阻拦 可下一秒 空气静止 沈依晨只觉得好像拉住了什么 济于明却感觉身下凉索索的 围观群众惊呆了 原来男神喜欢纯白色 沈依晨反应过来 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这这这 怎么会这样 济于明即疯了 想把手中的球 挡成沈依晨的投捏棒 咬牙切齿的质问 你这又是玩哪一戳 沈依晨感觉无法直视济于明 只觉得鼻子一热 番茄降不停地流出 赶紧捂住鸣 济于明看到沈依晨的模样 瞬间呆住 感觉无法呼吸 在同学们的惊呼中 咕咚一声倒在沈依晨身上 沈依晨被吓得炸毛 喂 什么情况 别靠近我 同学们迅速将济于明架起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们学长运许 沈依晨无语了 啥 这么大人还运许 看着被救护车 抬走的济于明 沈依晨的兄弟调侃到 不愧是诚哥 你总有办法让人进医院 这下跟济于明的梁祖 算是起开了吧 沈依晨白了一眼 还差得远呢 再说 他自己运许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低头对单架上的济于明说 我们的账还没算完 我不喜欢趁人之危 今天先这样 以后再见 说完转身就离 却没看见转过头的 济于明英辰的表情 闭笑的沈依晨是吗 我记住你了 济于明18岁的人生 可谓是顺风顺水 家境英识 学业优秀 个性看似完美无缺 一直都是被人养入的对象 今天是人生中 第一次被人找麻烦 被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 没有什么问题 陪同而来的同学 纷纷关心询问 要不要告诉老师或者报警 看样子 沈依晨还会来找麻烦 济于明确觉得 人生中第一次体验 被坏学生找麻烦 还挺奇妙 想起过几天开学 有个闭校的学生要转来 要把转校上的资料 给沈班送去 于是送走了 依依不舍的同学 这时身后传来摩托车 及吵嚷声 只见一个摩托车手 追赶着两个人 两个人一边拼命奔跑 一边喊着 沈爸爸 我们错了放过我们吧 济于明仔细一看 原来那个摩托车手 居然是沈亦臣 就见沈亦臣 济于明无语 原来是电动车改的 也是 学生不能骑机车上路 就见那两个人跪地求饶 痛苦忏悔自己的错误 我们再也不调戏地上冷声了 再也不抢小弟弟的零花前面 听着他们的话 济于明沉思 看来沈亦臣是正义之举 那他为什么会找上我 沈亦臣摘下头盔 还有吗 两个混混瑟瑟发抖 还有 没有了吧 沈亦臣一副要敲爆 他们狗头的气势 昨天是谁说我矮的 有种站起来笔底 两个混混听话的起身 空气瞬间安静了 看到这个场景 济于明忍不住笑出声 沈亦臣马上回头质问 谁在笑 却因济于明身在暗主 沈亦臣没有看清 以为只是个路人 转头继续对付那两个混混 虽然我下学期转到一笑 但是你们别以为 这样就能欺负必效的人 我会盯着你们的 听明白了吗 滚吧 两个混混得令落荒而逃 沈亦臣推着煤电的摩托车 艰难地离开 望着他的背影 济于明恍然 沈同学 两周后 沈亦臣转入A校 并且和济于明同班 一副拽拽的模样介绍自己 台下的女同学兴奋了 又来了一个帅哥 和技班长演拼 男同学却纷纷讨论沈亦臣的传闻 济于明脱腮静静地 看着沈亦臣半裤 谁知下一秒 沈亦臣看着济于明吐出几个字 我的爱好是 走 变态 看着济于明瞬间冷下来的脸 沈亦臣非常得意 只要你不爽 我就十分爽 不过也暗自疑惑 我转来和他一般 他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下一秒就被老师安排到 济于明旁边的位置 济于明表示无语 沈亦臣顿时炸毛 我猜不要 但是一想到之前 被这个班主任小姨警告 不听话就告诉妈妈扣零花钱 只能乖乖听话 想着自己一带笑爸 居然因为零花钱被小姨威胁 真是若报 一屁股坐在座位上 还不忘挑衅济于明 你该庆幸自己是沈老师的学生 我在学校不会找你麻烦 等小瓜回来 我一定撕开你的真面 济于明不解 小瓜是谁 有什么事 你不如说个明白 沈亦臣不屑 我最讨厌你这种装傻的人 济于明无奈 算了 看来说不明白 还是听课吧 两个人各自干着自己的事 谁也不理事 半个小时后 济于明一脸飞线地看着 睡得流口水的沈亦臣 正要转身继续学习 睡得香香的沈亦臣 开始伸展四肢 挤得济于明无法显摇 济于明无奈 这还仔细 把脚收回 躲开和沈亦臣的触控 用手轻轻将沈亦臣 伸过来的胳膊推开 朦胧间 沈亦臣觉得有人摸自己的胳膊 猛个起身 济于明他居然摸我 拍砖起 兴气的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色情狂吗 看见的男人都想动手动脚 听到沈亦臣这么无理的质问 济于明也不干了 沈亦臣 你什么意思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沈亦臣毫不示弱 走到济于明面前 我说你是 变 嗨 今天场面这就要来了 有点快了吧 刚转学过来第一天 沈亦臣就当面说 济于明是变态 这剑拔弩张的气氛 吓得人学小声一脸 济于明沉默地 瞪着沈亦臣 心里想这家伙 到底有什么毛病 处处针对 沈亦臣看着济于明 一脸严肃 觉得自己在气势上 绝对不敢输 如果济于明敢动手 我就让他知道 一下沈爸爸的厉害 脑海里不自觉想象出 暴打济于明18时 就算动手小一问起来 也是他起的头 想到这不由的笑嘴 看着沈亦臣上一秒 还怒目而视 下一秒居然笑得出来 济于明更觉得 这人有大病 这是一位同学 过来打破两人的 紧张气氛 转达班主任 让济于明 给沈亦臣测量身为 要配一套运动服的要求 想到济于明 笑容猥琐地 给自己量身为 沈同学不要害羞 过来 我会对你温柔的 沈亦臣一阵乱 一把夺过卷尺 不用 我自己来 济于明也松了口 我可不想和他 有任何接触 体育课因为 二班的赵老师请假 所以一班 和两班一起上 老师叫沈亦臣 和济于明一起 和几个男生 去搬篮球用具 两个人都觉得冤家入宅 一群人到仓库整理用具 沈亦臣却被 柜子上的篮球吸引 那个不是X排 前两人的限量打法 放在角落机会 太浪费了 小爷让你重见天日吧 身体比脑子快得 跃跃欲试 一个起跳将篮球拿下来 却不想下一秒 这个阵子 明场面来写 济于明及时扶住柜子 并给沈亦臣 来了一个经典后背壁冬 济于明英雄就美男 扶住砸下来的柜子 将沈亦臣挪在胸前 沈亦臣惊魂未定 回过神 转头刚要对济于明说谢谢 忽然觉得两个人的姿势 还有氛围有些奇怪 我居然被个男人壁冬了 瞬间脸红起来 推开济于明的一只手挞开 济于明将坏掉的柜子腿垫好 让提尾和老师说一声 贴上个多栋无尽的牌子 一有所指的语气 让沈亦臣乍毛 你说谁呢 济于明淡定回嘴 你说我说谁呢 猛地凑近 调笑地对沈亦臣说 你刚才那句谢谢 我没听清 再说一遍听听 沈亦臣恼羞成怒 你要我说 我就说 话还没说完 看到柜子边缘有血迹 又看了一眼静明的手 他为了救我受伤了 别扭地对济于明说了一句 谢了 济于明看着他吃饼的小样子 觉得还挺讨人喜欢的 扑得捧起沈亦臣的脸 温柔地说道 以后要懂礼貌知道吗 笑 疼 有 在沈亦臣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转身离开 沈亦臣回过神后 跳脚乍毛 谁是小朋友 济于明有本事下课别走 听着沈亦臣的怒吼 济于明觉得今天的心情 突然变好了呢 体育课上 老师让一班和二班各派五人 来一场友谊赛 按照身高排在最矮的沈亦臣 举手表示要帮二班打 老师不同意 同学也奇怪沈亦臣为什么要帮二班 济于明却明了地笑了 那家伙是又想找我麻烦的 比赛前济于明做赛前指挥 二班只有李维能打 只要镇住他 我们就能赢 看着同学对济于明信任的模样 沈亦臣在一旁不屑地表示 有我在 你绝对赢不了 比赛马上要开始 济于明招呼沈亦臣 一会好好打 沈亦臣痛快回答 放心吧 我肯定好 好 打 篮球比赛正式开始 同学让沈亦臣将球传给济于明 沈亦臣力所地接过球 转身传给济于明身边的两班队员 两班队员懵了 兄弟 你是我放卧底吧 沈亦臣毫无诚意地道歉 不好意思啊 点花了 济于明快速夺过球 没关系 有我呢 一个漂亮的投篮 球进 一众谜地谜妹那 不愧是济班 好帅 沈亦臣恨得咬牙切齿 都送到手上了 还能被济于明强碰 济于明与沈亦臣擦身而过 低声说 你丢一分 我进一分 我们不会输了 沈亦臣才不信 等着瞧 八市作妖开始 哎呀 手好滑 丢了二分 下一秒计 以明一个大灌篮 得二分 看着沈亦臣气急败坏的样子 济于明觉得那个吃北的小模样 太有意思了 这时 二班的李维兰在身前 你俩这球场上狼情惬意 把我们当什么了 沈亦臣听到又炸毛了 喂 那个谁 你说清楚 谁是狼谁是浅 李维夺过球鼓励队员 一般现在搞内侯 盯住济于明 我们就赢了 果然战术奏效 李维连进三球 比赛还剩两分钟 济于明被多人围围 体力明显不支 沈亦臣想着 说了最好 不能让他那么多 却听见济于明猛地朝他大口 这球交给你了 沈亦臣接住球 猛了 啥情况 他是不是疯了 是真不想赢了 居然把球传给我 我才不配合他呢 但是有人过来抢球 沈亦臣又本能地 闪躲互渡球 本能地运球绕开对手 向狼风冲了过去 一个飞身投篮 漂亮的三分球进 随着哨声响起 比赛结束 沈亦臣为一般 拿下关键的一球 取得胜利 同学们兴奋地将他围住 这时 济于明也走不来 热情地夸赞到 投得不错 沈亦臣听到夸奖 本能地笑脸回复 那是当然 下一秒愣神 天雷滚滚 等一下 我不是应该让他输吗 我开心得鬼了 完蛋了 沈亦臣居然缠人家身子 这是什么情况 比赛结束后 沈亦臣因为帮济于明了比赛 觉得整个人都不好 看着他颓然的小背影 李维调侃济于明 看来你和沈亦臣 也没什么大矛盾 济于明不确定地回答 是没什么矛盾 想起沈亦臣 看起来汹汹的小模样 济于明独自觉笑了出来 这个笑容让李维瑟瑟发动 你四春啊 笑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纪于明也毫不示弱地回击 钻戳痛楚 怎么 你把前人追回来了 李维气得刚要骂人 看见纪于明那张皮笑肉不笑的人 来了个急转弯 你大大大的吼 在洗漱房 沈亦臣不断用冷水洗脸 让自己忘记不太时的场景 掏出手机 看着拍摄的表弟的日记 让自己坚定立场 纪于明和李维刚走到洗漱房 就听见一声怒吼 纪于明 你个人渣 沈亦臣刚吼完 回头就见两个人望着自己 我靠 有没有搞错 赶紧把手机藏起来 下一秒就觉得不对劲 我为什么要紧张 亏心的又不是我 这时听见纪于明问 你不是要去二楼 沈亦臣只冷起小耳朵 这是和我说话 却发现纪于明是和李维说话 见纪于明这么明显的感应 李维也不好继续当店跟跑 转身走 李维走后 洗漱房只剩下他们两个 气氛有些尴尬 沈亦臣忍不住偷看纪于明 他一定听到我骂他的话了吧 察觉到沈亦臣的目光 纪于明也偏过头看了一眼 然后哭声稀 沈亦臣看着纪于明 一直没有说话 想着 他洗过脸就会走了 下一秒就见纪于明起身 随意地用T恤擦拭着脸上的水 随着他的动作 经受的腹肌露出 沈亦臣不自觉盯着看 然后脸越来越红 心跳也不断加快 这又是什么情况 沈亦臣沉迷纪于明的腹肌 脸红心跳 突然听到纪于明喊他的名字 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 凶巴巴回应 纪于明认真地看着沈亦臣 我想问一个是 沈亦臣依旧装作不耐烦 问什么 有话快说啊 纪于明望着沈亦臣的眼睛 你到底是讨厌我 还是喜欢我 沈亦臣没想到 纪于明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 一时间愣住 下一秒反应到 这个臭男人 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 太不要脸了 伸手指着纪于明 拧拧了个半天 不知道说什么 谁知纪于明 静一下子抓住他的手 不要着急 我们有得是时间 慢慢说 沈亦臣觉得除了自己的心跳 好像什么都听不到 手上传来的温度 更是感觉传遍全身 看着沈亦臣一直没有回忆 纪于明低声唤着他 沈亦臣这才回过神来 猛地撤回手 羞愤的吼道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小瓜的哥哥 纪于明心里暗想 又是这个名字 不解地问道 他跟我们的事 有什么关系 沈亦臣以为他装傻 气愤地揪住纪于明的衣领 关系大了 你给我记住 我绝对不可能喜欢你 我讨厌你还来不及 纪于明却不以为意地倾笑 沈亦臣看着他眼神很利 不准笑 手下更加用力 纪于明被他累得感觉喘不过气 沈亦臣看他不舒服 帮忙松开手 我好像过火了 他没事吧 纪于明缓了缓呼吸 偷瞄着沈亦臣 却见沈亦臣依旧嘴硬道 我 我该 纪于明无语 这个别扭的小家伙 猛的气上 将沈亦臣困在胸前 你最好记住你自己说的这些话 纪于明开启调戏霸王娇妻模式 将沈亦臣禁锢在胸前不断调戏 不断压近 脸几乎贴上 呼吸的热气喷洒在沈亦臣脸上 嘴上说不喜欢我 那你说讨厌的时候 心跳别跳得这么快 脸也别这么活 这样太没说服力 看起来像欲亲故纵 果不其然沈亦臣又开启了暴走目视 纪于明调戏目的达到 非常满意 撩完转身就能 沈亦臣被撩得双筒发软 只能依靠着墙壁 这家伙太嚣张了 我不能说 赶紧掏出手机 呼叫小瓜 收到小瓜明天就回校的消息 激动无补 纪于明 明天我就能撕开你的真面目了 这回你死定了 晚上纪于明回到宿舍 李维好奇地 看着纪于明手中的性询问 又是一个学妹约纪于明 晚上去小树林 李维不忘发挥损有本色 调砍起纪于明 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 纪于明懒地搭理他 脑中浮现沈亦臣 白天气急败坏的样子 询问起李维 你认识文官吗 看着李维一脸心虚的样子 看来你是认识的 李维闪躲地转身 我和他不熟 看着他不自然的表现 纪于明表示不幸 李维转移话题道 你还不去见学妹 一会查起人要来了 纪于明无语 这么烂的影迹 纪于明来到相约的小树林 一个甜美的学妹 在那里 而这时沈亦臣也来到小树林 打算和兄弟一起去开飞 猛一抬头 看到纪于明违行 在一个女生后面 这家伙又在做变态的事 晚上沈亦臣看见纪于明 在小树林中 跟在一个女生后面 本能地以为 这家伙又要做坏事 想着自己之前 因为纪于明一副真诚的表情 还怀疑自己是否误会他 而辗转反复 真是太傻了 决定不能让他得逞 悄悄地跟在后面 因为隔了一段距离 只能看到两人的动力 无法听见他们的说声 看见女生泪眼汪汪 沈亦臣见状 一定是纪于明欺负他了 一下子串得出来 刚要大喊住手 一道强光突然射过来 随着还有一声怒吓 抓早恋 早恋违反校规 只见教导主任 抬着平衡车快速冲过来 马上就要到眼前 突然发现术后的沈亦臣 这打还有一根呢 打起大喇叭 更大声的吼道 抓三角恋 三角恋违反校规 沈亦臣被教导主任的脑回路震惊了 神特么三角恋 教导主任不依不饶 你们是哪个班的 沈亦臣反应过来转身就跑 还意气地提醒女同学 小姐姐快跑了 不然要被记过来 跑跑间隙还不忘回头 给纪于明一个大回忆 想到一个妙计 大声对身后的教导主任喊道 老师 这难的是一般的纪于明 纪于明要气疯了 起身追在沈亦臣后面 你给我站住 沈亦臣跑到一个 认为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 一边闯气 一边高兴 纪于明 这回你完蛋了吧 纪于明的声音 让你站住 你跑什么 沈亦臣暗叫一声我吵 硬气地回头火道 你跟着我干什么 下一秒就被捂住嘴 月飞风高 他要对我做什么 啥情况 纪于明打算用墙 教导主任不死心地 捉拿校园三角链 纪于明捂住沈亦臣的嘴 搂着他裹在树桥中 两个人这么近的距离 又被纪于明进步骤 沈亦臣觉得热得冒烟 搂得也太紧了 等主任一走 我 我就揍他 教导主任走远后 纪于明宗开沈亦臣 低头看向他 有这么热吗 脸这么红 还是说你在害羞 像是被戳中心事 沈亦臣蹭地站起 你个猥琐难 却不料蹲得太久 双脚发麻 一个没站稳跌倒在纪于明身上 纪于明身手 及时地将他接住 这都第几次了 喜欢直说啊 这是何必 又被调戏的沈亦臣 羞愤的脸更疼 拟了半天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气得坐紧 这个混蛋 故意激舞 这时传来沙沙的想象 纪于明和沈亦臣下的一惊 难道是教导主任又回来了 原来来的是学妹 学妹看着相拥的两人 纪于明一脸的保护欲 和沈亦臣一脸的娇羞模样 下一秒 沈亦臣猛地推开纪于明 你别多想 我们什么都没 纪于明不 这样只会越解释越乱吗 学妹唾气道 学长拒绝我 是因为你有喜欢的男生吗 是他吗 沈亦臣好像被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喜欢男生 我 男生可以喜欢男生的吗 被学妹撞见搂在一起 学妹伤心地表示 外部的学长拒绝 原来是喜欢他 沈亦臣还猛圈中 纪于明淡定起身 我和他的关系没那么不大 学妹不解 为什么答应跟我来小树林 让我以为还有机会 纪于明正重地答复 因为你这么正重地向我表达心意 我不能不尊重 所以我也想同样正重地答复你 直接拒绝你是不想给你无端的希望 学妹虽然伤心 但是也很明示 我不会纠缠你的 谢谢学长的回应 再见了 沈亦臣在一旁围观 这个女生还挺有个性的 还没感慨完 纪于明一个转身 那你是不是也该个性地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沈亦臣没敢把之前 将她当作变态的事情说出口 磕磕巴巴地说 就 路过呀 纪于明不信 路过 学校后临时半封闭的 只进不出 沈亦臣惹谎 我刚来 哪里知道 纪于明继续逼近 不知道 去哪都有这大路径 我看你就是在跟踪我 沈亦臣依旧狡辩 我就是想看风景 纪于明叹气 我猜你在下楼时候 正好撞着我跟着学妹 以为我心怀不滚吧 无奈地想 明明为了不引起误会 刻意和学妹保持距离 以免对女生有不好的缘络 没想到居然是现在这个结果 可这次沈亦臣反倒坦率承认 是我误会你的 对不起 没想到他这么快道歉 纪于明问我一下 这次算了 下次不许这样 马上宵禁了 我们回去吧 可沈亦臣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纪于明叫住他 你不回启示 沈亦臣摆摆手 我去上网 纪于明正色 你说你去干嘛 沈亦臣不耐烦 你问那么多干嘛 又不干你的事 纪于明挑挑眉 是吗 掏出纪检部的牌子 在下不态 还真关我的事了 沈亦臣忍不住一句卧槽 纪于明一步上前 拉住沈亦臣 这位同学 跟我走一趟吧 纪于明死死拽住沈亦臣不撒手 沈亦臣郁闷 你拽那么紧干嘛 纪于明无赖道 紧吗 我可以更紧点 沈亦臣怒了 用力收回手 不紧吗 解说表示 这是什么神仙对话 纪于明却反过来教育沈亦臣 看吧 你不是正脱开了吗 你想的话早就正脱了 沈亦臣无语了 这家伙怎么说都有语 转身跑开 纪于明却在后面淡定开口 不跟我回去就扣分哦 脑海中浮现小姨的威胁 沈亦臣瑟瑟发走 弟兄们对不住了 哥哪都去不了了 见沈亦臣不情不愿地走回来 纪于明让他待在原地等一下 沈亦臣嘴上不服输 你谁啊 让我等我就等 身体却很诚实 一动不动地乖乖待在原地 不一会 纪于明回来 沈亦臣傲娇地抱怨 慢死 我以为你掉坑里了吗 纪于明没理这个便利的小 伸手递给他一个药膏 沈亦臣依旧端着 查什么查 纪于明不和他计较 算了 我来吧 手只取了一些药膏 伸向沈亦臣 别动 看着朝自己伸不来的手 沈亦臣又炸毛了 你干什么 下一秒 就觉得脖子上一凉 原来他是去给我买药啊 小脸又忍不住红了 看着他的小模样 纪于明觉得好笑 真是个爱脸红的小家 将药盒放在沈亦臣手上 这个好用 送你了 沈亦臣红着脸 便便扭扭地收下 回到宿舍 沈亦臣在床上翻来覆去 明天小瓜回来一切就结束了 我应该开心才对啊 一个翻身看到枕边的药膏 烦躁地把自己包成重了 不行 不能想下去了 结果一晚上思绪混乱 彻夜未明 明天小瓜回来 会发生什么呢 一夜没睡的沈亦臣 幽魂式地飘向教室 这时表弟发来信息 我到你的教室了 怎么没见到你 沈亦臣担心得快不向教室走去 没想到小瓜居然遇到纪于明 沈亦臣急死了 这什么情景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小瓜脸红兴奋地和纪于明打招呼 纪于明看着眼前的人 我好像不认识他 意料之外的情景 让沈亦臣梦了 这咋和想象的不一样呢 小瓜害羞地自我介绍 我是沈亦臣的弟弟文瓜 听到这个名字 纪于明愣住 你就是文瓜 没想到纪于明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小瓜兴奋到无礼 沈亦臣看着两个人和谐的画面 越想越不对劲 他们之间总有一点火药味也没有 看着表弟还要送给纪于明老家的特产 沈亦臣忍不了了 上前一把拍在小瓜肩头 你有斯德哥尔摩中和症吗 怎么对他那么热情 拉着小瓜转身就走 纪于明看着他俩 一头雾水 小瓜不理解 你干什么突然拽着我 沈亦臣回头和纪于明视线对手 转移注意力 冲着小瓜大喝道 你给我闭嘴 拖着小瓜继续离开 小瓜音音音 哥哥你变了 你居然凶我 纪于明不自觉笑了出来 真是个活宝 沈亦臣将小瓜带到一个无人角落 四周观望确认纪于明是否跟过来 小瓜更猛了 哥你怎么神神秘秘的 沈亦臣一脸认真地询问小瓜 你和纪于明是什么情况 你想怎么解决 小瓜一脸问号 什么什么情况 看着他一脸呆样 沈亦臣拉着他猛吐 你说什么情况 小瓜被摇晕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情况 沈亦臣感觉两个人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是在说对口相声吗 小瓜挠挠头 我和纪学长就是 普通校友的关系 说到纪于明 小瓜一脸发痴 他是我的超级偶像 沈亦臣不理解 那我在你家看到的日记 是什么情况 小瓜觉得很奇怪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啊 猛然想到了什么 真像啊 原来被沈亦臣以为 表弟被寄于明那啥啥的日记 居然是小瓜脑补学长的小X文 得知真相的沈亦臣一脸呆滞 小瓜也害羞承认 上课铃声响起惊得两人回魂 沈亦臣爆头崩溃 根本没有纪于明那啥啥你的事 居然是你的歪歪文 小瓜也崩溃抱怨 我恨你 你干嘛发我的东西 沈亦臣突然发现重点 你为什么会写你和纪于明的歪歪文 小瓜担心被表哥发现 要借纪于明忘掉渣男的命 磕磕巴巴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沈亦臣一脸了然的拍上小瓜的肩膀 我知道了 小瓜一惊 难道表哥猜到了 沈亦臣教育到 找完那些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太坑哥了 小瓜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发现 下一秒似乎觉得哪里不对 哥 你不会因为小X文物会学长吧 你对他做了什么 沈亦臣语色 想到之前针对纪于明 懊恼的无礼 你可别说了 不然身后传来纪于明的声音 上课了 两个人吓得一机灵 沈亦臣不紧 他怎么来了 小瓜却担心 他不会听到什么吧 纪于明幸灾乐祸 沈亦臣 这节是沈班的课了 还有学弟 你也该去上课了吧 想到小姨那张魔鬼脸庞 沈亦臣暗叫一声卧槽 两人迅速回头 露出一个灿烂又乖巧的笑容 好的呢 我们知道了 小瓜低声对沈亦臣而语 哥 你自己有的祸 自己买单吧 我觉得正常剧情都是这个步骤 私聊必会被拼墙角 而且拼墙角的人 必与事件相关 之后 百分之八九十 为了制造冲突而制造冲突 直到一切失去控制 脑部表弟说的画面 沈亦臣只觉得太可怕 小瓜却没良心地溜了 哥 你保重吧 看着将做石雕的沈亦臣 纪亦臣催促道 你走不走 下一秒沈亦臣握住纪亦臣的手 对不起 沈亦臣紧紧握住纪亦臣的手 鼓足有气 对不起 我们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吧 我也不知道真相居然是这样 看着沈亦臣脸疲得通红 纪亦臣觉得奇怪 他怎么突然变了个人事 看纪亦臣没反应 沈亦臣心里没底 看来是真生气 拽着纪亦臣的手 用力地垂向自己 你别生气 要不你打我一顿好了 纪亦臣一脸的黑线 这小家伙又搞什么 没想到沈亦臣的胸肌还挺硬 纪亦臣只觉得手声疼 沈亦臣又慌慌张张地道歉 完蛋了 好像又做了事 纪亦臣看着他那不知所措的模样 对于他今天的反应越发觉得奇怪 温柔地笑道 学校的强歌音特别好 我刚才什么也没问题 沈亦臣放下心 那就太好了 不自觉摸摸鼻子 事情太理解 你还是别知道的好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为以前的事情买单的 纪亦臣好奇 你打算怎么买单 沈亦臣无语你捏 纪亦臣想了想 不如这样吧 捏住沈亦臣的小脸蛋 你让我捏一下 这样就一笔够削了 拔环嫩嫩的手感 让纪亦臣心情大好 沈亦臣捂住被捏的脸 我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 这样就结束了 纪亦臣宠臣地揉了揉他的头 还好吧 体育课那次 你虽然找不乱 但是最后也帮我赢了比赛 我不会计较他 毛茸茸的手感太好了 纪亦臣忍不住多揉几下 沈亦臣扶着被揉乱的脑袋 呆呆倒不上 好 好吧 两个人一起向教室走去 一路上 沈亦臣不停地偷瞄纪亦臣 这人气是蛮好的 很适合出朋友 和他当兄弟一定很不错 解说想说 你这个模样 你确定要当兄弟吗 晚上沈亦臣和表弟视频电话 一直在说纪亦臣 表弟无奈 聊了一晚上 你腻不腻 沈亦臣壮志满满 我要和他出朋友 小瓜嘲讽道 那宁可表现得太不明显了 沈亦臣信以为真 我要不要表现得直接意 小瓜服了 大哥你没听出我在反访你吗 无奈地说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刚才开玩笑的 就你还想抛击于明 哥你省省吧 在寄予明的追求者中 随便拎出来一个多品厉害 沈亦臣不满 对着小瓜大喊 你疯了 男的怎么泡男的呀 小瓜不服 怎么不能 你搞歧视 沈亦臣狡辩 我不是 我就想让他当我兄弟 小瓜不羡 你把摄像头转换一下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沈亦臣把镜头转向自己 手机出现自己一张娇羞的脸 自己还不自觉 自恋地说 怎么了 很晒啊 小瓜被他的目鱼脑袋气到 跟你没话聊了 无药可救 晚安 沈亦臣无语 表弟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关上手机进入梦乡 小瓜却睡不着 有些傲慢 刚才不该把话说得那么急 但是他不开窍的样子 真让人捉急 烦本的睡不着 点开软件 找VV姐姐姐聊天 可是对方半天也没有回复 纪御明发现大半夜 李维不睡觉 还在翻找着什么东西 出声询问 你再找变声器 李维本能回答 是啊 下一秒实话 我怎么说出来了 纪御明打开灯 变声器在你桌子上 可能被书打上了 李维不满 你动我东西 纪御明反驳 明明是你的东西先动的手 我好心帮你捡起来 你要变声器干什么 不会是男扮女装 捕获失恋小弟弟吧 远处失恋的小瓜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李维却大言不惭 万一我遇到真爱了吗 继于明不屑 你也配提这两个字 李维无所谓 提提又不犯了 而此时等待VV解回信息的小瓜 困得手机拍脸 终于等到回复了 高兴地入睡 一倒沈一辰 神清气爽地来到学校 虽然一夜没睡 但还是这么有精神 不愧是我 听到身后两个同学讨论 要买草莓给女朋友 当赔罪礼物 想到自己也应该准备赔罪礼物 继于明走进教室 看见一堆人围着自己的座物 走上前询问 你们在做什么 同学说有人送他好多草 继于明询问 看见是谁送的吗 同学表示没有 应该是一位无名爱慕 继于明无所谓道 你们分着吃吧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同学们见怪不怪 高兴地去分草莓 沈依晨走进教室 看见同学正要分食草莓 这不是我给继于明的 赔罪礼物吗 太过分了 愤怒地找继于明讨说法 你怎么把我埋给你的草莓 送给别人 继于明吃惊 这是你送的 沈依晨很委屈 是我送的 你是吃不完还是不行啊 见他这么失落 继于明赶紧安慰 你等我一下 转身将同学手中的草莓 拿了回来 不好意思这盒不分了 我重新叫外卖请大家吃 同学纷纷表示 班长太客气了 你知道送礼物的人是谁 是哪位漂亮的小姐姐 继于明微笑解释 不是漂亮的小姐姐 是漂亮的小哥哥 两个人将草莓拿去洗 沈依晨还在回响 他刚才叫我 漂亮的小哥哥 不自觉将水流开到最大 继于明赶紧将水关上 继于明赶紧将水关上 继于明解释 你手上的草莓要被水冲坏了 沈依晨嘴上不浮出 我马上能洗出一个完美无瑕的 继于明将洗好的一盆 端到沈依晨面前 你发呆时我已经全部洗完了 你在想什么呢 沈依晨心里吐槽 这样我怎么回答 看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继于明突然透镜 你这魂不守舍的 该不会在想心上人吧 继于明调戏沈依晨 你这么心不在焉 是在想心上人吗 沈依晨羞涨得连连后退 你你你 瞎说 我这狂跳不止的心脏 沈依晨脸红地说 我有点不舒服 头有点晕 继于明关心地扶住他 前胸后背的妈撒着 被我气到了 对不起 我刚才开玩笑了 有这么温柔的语气 沈依晨觉得心跳又加速 一把推开记忆里 没事 我洗把脸就好了 用凉水猛拨自己过 起身用T恤摊 随着动作 露出精壮的小肤肌肉 继于明忍不住多瞄了几个 递给他一个可爱狗狗的手帕 用这个擦吧 衣服都弄湿了 沈依晨调侃他 小女孩才带手帕 大男生不拘小铁 看沈依晨迟迟不动 继于明伸出手 我帮你他 毕竟是我把你气晕的 我得对你负责 当然要伺候你 一顿操作下来 沈依晨觉得被撩撩爆炸 磕磕巴巴的解释 跟你 没 没关系 可能没吃早餐的确糖了 继于明立刻拿了一颗草莓 递到他的嘴边 看他还是没反应 继于明催促 怎么不吃呢 不好意思吗 沈依晨一把夺过草莓 你太不好意思 把草莓戳到继于明嘴边 来 哥哥喂你吃 继于明拿下沈依晨的手 小骂 有你这么为人的吗 沈依晨一阵坏笑 下一秒 继于明突然贴近沈依晨 叫了声哥哥 沈依晨愣住了 我听到了什么 继于明拉住沈依晨的手 将手中的草莓 递到自己的嘴里 这样更好吃 继于明拉着沈依晨的手 喂给自己一颗草莓 沈依晨被他一再撩拨 受不了的收回手 觉得脸和手心发烫 继于明也递了一颗草莓给他 你也尝尝 沈依晨红着脸咬了一口 是很甜 继于明笑道 你还是适合给人当弟子 两个人一起向着教室走去 继于明关心地叮嘱 如果头晕加重 你要告诉我 我送你去医务室 被人这么关心 沈依晨觉得好不习惯 别扭地回了一个 哦 上课后 沈依晨一如既往呼呼大睡 继于明笑了笑 给他披上外套 一直到下课 沈依晨都没有醒 继于明轻轻推了他 试图叫醒他 沈依晨睁脸硬了声 埋头继续睡大觉 继于明一阵不义 继续不死心地叫着他 沈依晨一把拽住 继于明的手 放到自己嘴边 手上传来呼吸的热度 继于明愣了一下 依然低声唤着他 沈依晨被烦得暴躲 起身嚷嚷 下一秒突然觉得 两个人的姿势 似乎有些暧昧 立刻松开手 想要解释 那个 我 继于明静静地看着他 沈依晨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继于明打破沉默 我们去吃饭吧 沈依晨乖乖地答应 两个人来到食堂 沈依晨奇怪地看着继于明 四处张望 继于明解释 我和二班李维约好了 一起吃饭 我们是一个寝室 也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沈依晨挠挠头 有人一起吃饭还挺好的嘛 继于明邀请了 以后你也可以一起 沈依晨开心地答应 好呀 我接受你的邀请 看着他情绪都写在脸上 继于明觉得这小家伙真可爱 沈依晨这是开窍了 是要开始甜甜了吗 李维对着手机沉思 突然出现吓了他一跳 心虚地把手机收起 继于明边点探边调侃 和哪个弟弟聊的火热 沈依晨觉得哪里不对 和弟弟打的火热是什么意思 李维转移话题地和沈依晨打招呼 怎么撑火 可沈依晨却一脸呆滞地望着他 李维奇怪 你在想什么呢 还发起带来 沈依晨不懂就问 刚才继于明说 你和弟弟打的火热 是什么意思 李维挑起地挑起沈依晨的下巴 意思就是 我喜欢弟弟 尤其是你这种 沈依晨一把打下他的手 继于明将沈依晨搂过来 你离他远顶 别跟他学坏了 李维好像发现了什么大事 你俩不对劲啊 我知道了 你们是在暧昧吧 像是被说中了什么 沈依晨羞愤大吼 怎么可能 搭上继于明肩膀 一副哥俩好的模样 我和继于明是好朋友啊 几个人一起吃饭 沈依晨却一直想着之前的问题 李维怎么确定自己喜欢男生呢 不自觉地盯着李维 男生喜欢男生真的可以吗 真想问问他 喜欢男生是什么感觉 见沈依晨一直盯着李维 继于明有些吃味 瞧着沈依晨又要和李维说话 继于明一阵猛合 吸引沈依晨注意 果然沈依晨一脸关心地递来一杯果汁 继于明立马开心地接下 沈依晨抓不慌 继于明在这 真的问不出口 打起手机 加个微信就能撕下问问 李维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沈依晨 刚要扫码 继于明却突然插在上面 结果沈依晨成功加上继于明 沈依晨忙了 他这是闹哪样 看着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李维冷笑 这样还不承认 放学后沈依晨看继于明要离开 赶忙叫住他 要李维的好友方式 继于明却像没听见时的嘴 沈依晨没办法打风问一下小瓜 黑小瓜却不理他 沈依晨纳闷 难道是哪里惹到他了 随意翻着手机 看到了某个测试 继于明却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这个不需要靠作品来确定 沈依晨吓得赶忙藏起手机 你怎么会在这 继于明才不会告诉他 自己是提前十分钟就在楼下 并特意过来找他 只是淡淡地说 我来买水 继于明边和水边告诉沈依晨 许香不需要作品 你可以问问自己 如果你喜欢的人是男生 你就是喜欢男生 沈依晨注视着继于明 我不确定 我一直没有喜欢的女生 继于明笑道 所以你有喜欢的男生 沈依晨吓得将手里的饮料撒 继于明一声 赶紧伸手擦拭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在继于明身上蹭来蹭去的手 让继于明很不自在 别过理 你别弄啊 沈依晨以为他生气了 更加慌张 你别生气 我买个铜款陪你 继于明一把握住沈依晨的手 我是说你蹭得我好痒 两个人紧贴着 让沈依晨心跳不已 慌张地甩开继于明的手 再次道歉 两个人一起向寝室走去 沈依晨和继于明说起小瓜 不理他的事 看着沈依晨 继于明觉得他好可爱 忍不住伸出手 沈依晨敏感地堵开 你干什么 纪于明借口道 你头上碰到灰了 借机在他的头上揉了揉 晚上沈依晨继续给小瓜道歉 同时切而不舍地 要着李维的联系方式 小瓜气得砸门 开门却看到沈依晨 提着一袋给零食 听小瓜讲述 沈依晨才知道李维负了小瓜 在和小瓜交往的时候 还和前任约会 沈依晨赶起当务 沈依晨从小瓜的请示出来 决定向纪于明询问一下李维的人品 纪于明洗完澡出来看到 沈依晨发来的信息很高兴 他居然会找我聊天 谁知居然是说李维 纪于明觉得非常不爽 看到沈依晨说现在带外面 也借口丢垃圾出去 看到纪于明沈依晨高兴地打招呼 随手接过他手中的垃圾袋 手指相碰 纪于明的心不由地颤了一下 沈依晨以投篮的标准姿势 将垃圾扔进垃圾底 精准地用重 高兴地和纪于明撞肩膀 两个人的体温 透过干脖的T恤传到彼此身上 四目相对 觉得氛围有些不对劲 两人同时扭过头 无自然地往宿舍过去 一路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 沈依晨心里着急 得找个话题打破这奇怪的情 谁知纪于明率先打破沉默 据我所知 好像是你弟弟先骗李维的 原来小瓜以前半女孩直播 李维的弟弟给送了不少礼物 李维调查了以后 发现主播就是小瓜 两个人就交往了 纪于明和沈依晨找到一个长脸 坐下来继续聊 他俩一个骗敌的渣男 还挺配的 这时纪于明手机响了 是定了11点睡觉的闹钟 沈依晨见时间这么晚了 觉得该回去 纪于明却抬头看向天空 好久没看过这么多星星 要不再待会吧 沈依晨欣然答应 两个人一起看着天空 距离却不自觉越来越近 第二天老师宣布 月考马上要来了 这次要根据成绩决定作为顺序 沈依晨得知作为要重新调整 成绩好的坐在一起 成绩差的一起 觉得晴天霹零 我不能和纪于明同桌了 对着纪于明坚定地说 我只想和你同桌 纪于明听后暗爽 那你就要努力学习了 沈依晨觉得充满斗志 学就学 谁怕谁 捧着课本认真专研起来 可下一秒就被周公带走了 纪于明如语中 完蛋了 沈依晨看颜色小毒物被发现了 为了让表哥那个鱼目脑袋开窍 小瓜找到了一个好风中 趁着白天都去上课 小瓜偷偷潜入沈依晨的寝室 塞进了沈依晨的枕头下 老哥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很不巧的 纪于明这边风计办公室 风计委员们正在准备查请 抽查的寝室中 居然有沈依晨 纪于明赶紧假风计司 通知沈依晨 他的寝室被抽查了 可好巧不巧 决定奋发图强的沈依晨同学 将手机放在书包里 和篮球一起寄存在了图书馆 立志考个好成绩 完美地错过了纪于明的导致 纪于明和委员们来到寝室楼下 开始分工 时不时看看手机 沈依晨怎么还不回来 借口上楼拿些东西 来到沈依晨的寝室门口 发现门没死 原来是之前被小瓜暴力破坏 看到寝室内的场景 纪于明一阵无语 这个真是风计检查的典型案例 毫不迟疑 动手将围禁品整理好 根据经验 藏在不被发现的路口 在整理沈依晨床覆时 枕头下露出的东西 吸引了纪于明的目光 拿出一看 震惊的瞳孔爆发 这时委员同学发来信息 纪于明只能赶紧下来 而在图书馆的沈依晨 努力不过五分钟 就和周公打蓝球去 直到图书馆关门 被赶出来的沈依晨信心到 看来学习不好 和手机没有办法的关系 掏出手机 看见纪于明发给他的信息 抽查请示 我请示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 而这时小瓜的消息也传了进来 邀功室的问沈依晨 有没有看到塞给他的小卢物 沈依晨只觉得五雷轰底 大喊了一句植物 向着寝室狂奔而去 以为表弟送自己的颜色小卢物被没收 沈依晨以百米冲刺的故事 狂奔回寝室 刚到楼下 就见封纪委员抬着一箱东西 听到两个女生窃窃私语 那些男生怎么想的 沈依晨心里崩溃 他们说的不会是我吧 一世英明就要毁于一旦 要在全校面前被批斗 前段时间刚被教导主任捉到 疑似校园三角链 今天又被封禁里发现 窝藏颜色小卢物 想到众人的眼光 沈依晨觉得生无可恋 看着纪余明和同学道别的背影 觉得无言以为 纪余明一转身就看见 努力把自己变成透明人 打算顿躲着沈依晨 冷漠地开口 你的那本杂志在我这里 跟我回寝室拿吧 沈依晨愣愣地回过头 乖乖地答应 跟着纪余明来到他的寝室 一路上两人都沉默无 沈依晨消沉地想着 他真的误会了吧 觉得我不是好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是小华给我的 破罐子破摔 误会就误会吧 纪余明将小毒物还给沈依晨 你寝室门没随 我帮你把东西收起来了 他们没发现 沈依晨想解释 却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转身离开 纪余明却不打算放过他 你不应该解释一下吗 沈依晨磕磅绊地说 我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纪余明冷笑 看这种杂志 你确定取向了 难怪要家里为好友 沈依晨猛了 这跟李维有什么关系 赶紧解释 杂志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们 我还没看呢 纪余明沉默 看他一副认真的样子 应该是真的 立刻笑着说 那是我误会了 我还以为你对李维有兴趣 沈依晨表示无语 新年快乐呀 宝子们 我又回归了 纪余明以为沈依晨喜欢的人是李维 沈依晨果断否认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纪余明好奇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呢 沈依晨沉思了一会 我喜欢的类型 个子高挑 手指修长 细致乖乖 性格温柔 最重要的是 笑起来好看 说完后 沈依晨愣走 纪余明望着沈依晨 你形容的这个人 好熟悉啊 沈依晨不自在地挠了挠脖子 纪余明一把拉住他的手 又被蚊子咬了 不要挠容易留吧 沈依晨被贴近的 纪余明搞的羞红灵 怎么这么热 赶紧推开纪余明 蚊子包而已 不碍事 下意识地又去挠脖子 纪余明立即捏住沈依晨的手腕 怕你刘八你还不听 沈依晨更受不了了 委屈巴巴地说 快点松开 我痒死了 见他这副小表情 纪余明觉得自己完了 打越看越觉得可爱 妥协地捏了捏沈依晨的小脸 那好吧 刘八了别怪我 终于能放肆抓痒了 沈依晨感觉好爽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 两人腻腻歪歪 李维不爽地倚着门 你们两个不用在我会子上 那样这样吧 粗线条的沈依晨 忽略了李维话中的深意 脆看得起 李维默默从两人身边走过 纪余明明显感受到 李维身上的低气压 这家伙看上去不开心 只分给李维一秒个关心 转身就望着沈依晨 你先回警示吧 沈依晨表示还得去趟图书馆 之前上自习篮球忘记他了 纪余明奇怪道 你去图书馆干什么 沈依晨默默别过人 我说我去学习了 他会不会笑我 不好意思的挠头 不是要考试了吗 我去找学习资料了 纪余明笑话道 你上课不好好听 去图书馆自学有用吗 沈依晨理直气壮 老师声音太催眠了 不能怪我 纪余明温柔的安心 你下次去叫上我 我教你 沈依晨立刻高兴地开了花 美好的二人自习要开始了 定好一个一补习计划 纪余明送沈依晨出门 转头就看见李维一脸郁闷地盯着手机 看着一直没有回复的对话框 生无可恋地摊在眼上 纪余明决定洗完澡和他谈谈 刚洗漱完就接到沈依晨的信息 热情地询问纪余明爱吃什么 明天要带早餐给他 看着这么贴心的小家伙 纪余明开心地笑出来 李维十分不爽 不是说要和我聊聊吗 这一脸甜蜜的模样 分明就是欺负自己单身意 纪余明不想再刺激他 坐下来听他诉苦 听李维讲完和前任 从互相看不顺眼 倒逐渐被这方吸引 再到误会分开的故事 纪余明好心提醒 沈依晨是小瓜的哥哥 你们的关系要是被他知道的话 他不会轻揚你 李维听完炸毛 老狐狸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人是小瓜 纪余明给了他一个微笑 另一边 回到寝室的沈依晨 翻箱早柜地寻找 小瓜送出他的书 看到里面的内容 沈依晨更大的双眼 这时小瓜打电话过来 刚接听就兴奋地询问 是否看了那本书 有什么感觉 沈依晨一脸嫌弃 两个男生抱在一起多肉麻 小瓜耐心领导 如果你想象是纪余明抱你 脑海中不自觉浮现 被纪余明取糟糕的话 沈依晨羞骚得不行 还是无法接受 我最多能接受他给我取糟糕 小瓜表示无语 你还挺敢想 带不动带不动 等你自己开窍吧 果断挂断电话 沈依晨一脸莫名其妙 抱着枕头久久无法停地 想起之前纪余明说的 要给他一顿衣服 明天就是周末 要不要叫纪余明去图书馆学习呢 抱上了 抱上了 小毒屋的场景出现了 夜里 沈依晨在约雨不约中反复纠结 脑中两个声音不停奏争 郁闷地薅头发 睡觉没法睡了 被吵得睡不了觉的小透明 敢怒不敢 沈依晨翻身裹紧自己 不想了 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睡得翻蹄雕掌的沈依晨 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打着哈仙出去开门 门外寄明神清气爽 外面下雨了 我们带你宿舍学习吧 沈依晨呆呆地回复 好 好的 猛然想到现在自己形象 帮着不安上 纪余明一脸莫名其妙 下一秒 一身衣豆装扮的沈依晨 无夸地出现在门前 看着他赛博朋克的装饰 纪余明忍不住问 你平时在宿舍都穿成这样吗 沈依晨偶像包袱十足地回答 就是穿了好心情 想什么时候穿 就什么时候穿 下一秒感觉屁股多了几个洞 瞬间转变化风 今天我觉得还是穿睡衣更方便 端着睡衣打算去卫生间换点 纪余明表示 都是男生 换个衣服不用躲躺躺躺的 早点换完早点学习 沈依晨虽然觉得不好意思 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脱掉身上的衣服 看到沈依晨白皙的皮肤 纪余明不由地感叹 这么白 不由地盯着一步开视线 察觉到自己出了神 纪余明赶紧转过头来 深呼吸平稳心神 换完衣服的沈依晨 感觉浑身清爽 发现纪余明没有反应 恶作剧地偷到纪余明耳旁 我说 我换好了 结果纪余明依然呆若目击 沈依晨不爽 将脸凑到纪余明脸前 试图唤醒他 却被拽住手腕 沈依晨重心步 一下子坐在纪余明腿上 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 两个人面面相去 这 好像要出事 沈依晨跌坐在纪余明腿上 两个人搂腰又抱脖的姿势 四目相对 沈依晨内心慌的一体 这啥情况 哪里不对的样子 明明应该是我抱他才对啊 见沈依晨迟迟没有动作 觊觎明轻壳一声 缓解尴尬 轻声提醒 那个沈依晨同学 你是想坐在我腿上学数学吗 沈依晨这才反应过来 一下子跳起 嘴巴打结 还 还不是 两个人重新做好 一时静不知说些什么 沉浸在自己的心里 只听得到自己的心里 沉默良久 沈依晨率先开口 现在开始自习吗 随即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这次我肯定不打瞌睡 沈依晨想起他之前上课的情景 表示怀疑 沈依晨不服 等着看吧 但是外面的雨当当停了 天气晴朗 沈依晨正在思考 从哪里开始浮导 沈依晨已经开始昏昏欲睡了 没坚持多久 头一歪 靠在沈依晨的肩头睡着 看着枕在自己肩上的小脑袋 沈依晨端向了许久 不由得好笑 这就睡着了 不过睡着的模样还挺可爱 恶作剧的咳了一声 沈依晨立马跳起 假装看书 沈依晨没有戳穿 随即地上厚厚一打数学提纲 贴心地说明 这些都是我用课余时间整理的 沈依晨看着手里的东西 一脸飞线 觉得生无可恋 这么厚的数学提纲 要看到什么时候 沈依晨立刻鼓励 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用了 沈依晨打起精神 乖乖地答应 看了一回 沈依晨惊喜地发现 还是蛮简单的 看着他开窍的模样 沈依晨很高兴 能帮上他真是太好了 这么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注视着你 骄羞又急切的样子 肯求着你 谁能拒绝你 沈依晨从沈依晨的提纲中 找到了学习的自信 两人都认真投入 可是没多久 窗外传来打球的声音 沈依晨瞬间双眼放光 一脸憧憬地望向窗外 沈依晨叫了他几次都没有反应 就在耐心要耗尽时 沈依晨才回过神来 沈依晨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一字一顿地说认真学习 沈依晨一脸讨好的商量 不如我们先去打球放松一下 沈依晨不断拒绝 沈依晨依然试图说服 窝在宿舍里身体得不到锻炼 见他依然不死心 沈依晨使出绝招 猛然起身 沈依晨以为沈依晨同意了他的建议 高兴地眯起眼 现在就出发吗 谁知下一秒 沈依晨拿走他手里的数学提纲 冷漠地对他说 你自己去打球 我回宿舍了 说完转身就走 沈依晨这才反应过来 他不是生气了吗 马上焦急地挽回 这个情景让季于明想起 每次沈依晨扑过来 都会发生不同的意外 于是淡定地等待着这次意外 灵活地躲开沈依晨抓过来的手 不出意外的意外发生 沈依晨重心又一次不稳 稳稳地扑倒在季于明的怀里 季于明无奈 真是个让人不省心的小家伙 但两人都被这个冲击 造成内伤 管不要那么多 沈依晨赶紧拉住季于明 焦急地挽留 你别走 我不打篮球还不行吗 我想和你一起学习 这扑闪的大眼睛 娇悄悄的小脸 恳求的语气 季于明觉得冲不下去了 你先放开我 沈依晨更加用力地抓住季于明 我不 放开你就走了 害怕季于明走掉 沈依晨紧紧抓住不松手 在季于明保证不走后 沈依晨松开手 明显有个深深的手印 沈依晨不好意思地赶紧道歉 抓起季于明的手腕轻轻地吹着 季于明被手腕上温热地呼吸 刺激地汗毛利起 赶紧挣脱收回手 心脏腹油地咚咚狂跳 见季于明这么大反应 沈依晨一脸无辜地询问 怎么了 季于明强装阵地 两人又进入学习状态 刚刚沉浸在学习没多久 外面的叫嚷声传来 季于明偷看沈依晨 就见这家伙开始坐立不安 察觉自己走神 沈依晨强制自己回神 偷瞄了一眼季于明 好不容易把他留下来陪我学习 绝对不能走神 有了两个纸巾球塞入耳朵 隔绝外面的声音 又重新投入学习中 季于明将他的表现收入眼底 感觉很高兴 好久之后 沈依晨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终于搞定了 季于明询问 感觉怎么样 有遇到什么问题 沈依晨一时语测 如果问题太简单 他会不会效果 仿佛看出他的心思 季于明鼓励到 想要学习变好 就要多提问 沈依晨这才放心 开始提问 季于明认真讲解起来 不过这个过于清静的距离 却让沈依晨不自觉脸红 抬头偷偷地看着季于明 他的字写的真好 思路也好清晰 季于明刚要询问 沈依晨是否听过 却发现他脸红红的 立刻关切询问 是发烧了吗 沈依晨赶紧解释 大概是学完太兴奋了吧 季于明宣布 今天学习告一段落 可以去打球了 沈依晨兴奋地高呼 季于明随即表示 要陪他去打球 沈依晨高兴地 立即拿出篮球 走吧 我们去露一手 看到因为能陪他打篮球 就这么高兴了沈依晨 季于明觉得这个小家伙 真是太好吼了 完全不像传说中的小霸王 看着他那笑艳艳的小脸 季于明忍不住问 你跟谁都这样吗 沈依晨被突然这一问 愣住了 哪样啊 季于明继续询问 你和谁打球 都会这么开心吗 沈依晨正色道 当然不是 要分人的 季于明追问 怎么个分手 沈依晨暗自思量 这问题怎么没完没了 撒娇卖萌道 我不爱和球技不好的人玩 好兄弟可以包容一下 但是你不一样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打球了 上次比赛后 我就一直想和你好好打打球 听到自己是特别的 季于明暗自高兴 没想到 他嘴还挺甜 看到季于明露出满意的笑容 沈依晨觉得自己回答得很好 高兴的招呼继与明去打球 两人一起向球场走去 沈依晨突然感慨到 自从转到A校 好久没和兄弟们一起开飞打球了 季于明贴心邀请 你叫他们过来 我们一起打球 没想到季于明会愿意和兄弟们一起玩 沈依晨很吃惊 我确定 季于明坚定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爱屋集屋吧 沈依晨开心地赶紧拿出手机 呼叫兄弟们 看着兄弟们熟悉的沟通方式 沈依晨高兴 他们还是那么歉悲 沈依晨一路上和季于明讲的 这些兄弟们的趣事 一副我照着你的气势 搭上季于明的肩膀 一会你可不要怕声了 季于明缩演的回应 我先谢谢你 沈依晨眼睛亮晶晶的 不谢 终于能敞开打球了 马上到球场了 季于明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沈依晨的小一班主任大人 季于明这次响起 上周答应班到周末 去办公室批作业 得知季于明要离开 沈依晨很失落 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其实也没什么 我们下次再打野追 见沈依晨低落的神情 季于明想了想 不用等到下一次 批作业一个小时就够了 你们自己先打一会 知道还能和季于明一起打篮球 沈依晨立刻阴天转艳阳高照 开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就一个小时啊 我还以为要很久了 见沈依晨又恢复活力 季于明和他告别 走出没多久 沈依晨忍不住回头望向季于明 心有灵犀般的 季于明也同时回过头来 还挺期待和他一起打打球的 四目相对 两人又都不好意思的走过身 快走到办公室 季于明突然想起 今天是周六 得提醒沈依晨不能去市内的篮球场 赶紧发消息告诉他 顾乔审般的电话插了进来 季于明没有发现 发给沈依晨的信息并没有发送成功 而这时 沈依晨和兄弟们 已经在市内的篮球场玩的酣畅淋漓 憋了好久的沈依晨 战斗力爆表 两个伙伴忍不住暴露 KK有事不来 害我俩被老大虐 别看老大长的矮 蹦得还挺高 沈依晨怒吼 你俩皮痒是吧 另一个兄弟还在挑拖 老大 弄他 你不在石老大的嘴上 吃了翔一样欠 这时篮球队的球员正好进门 以为再说他满 非常不满了 站我们的地盘还敢骂人 将球打在沈依晨脚边 挑衅到 要打滚出去打 面对篮球队的挑衅 沈依晨三人一时愣住 沈依晨还没做出反应 两个兄弟已经开始言语反击 按照以往沈依晨的脾气 这是绝对不能忍 但是想到季于明也是校队的 上前安抚了一下自家兄弟 算了 我们走 去哪打球都一样 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能租的篮球场 两个兄弟虽然不服 但是还是决定听从老大的 沈依晨拿起手机 也基于明发信息告诉他一声 此时既语音批改完作业 也拿起手机准备联系沈依晨 这时才发现 之前发给沈依晨的信息 没有发送出去 赶紧已经和沈依晨道歉 我本来发了信息提醒 但是没有发过去 我这边改完作业了 现在过去找你 沈依晨听完后 回了一句校门口见 刚准备离开 之前挑衅的那位篮球队员 又故意拦上来 还以为多有本事呢 原来是三个虚张声势的粉货 沈依晨直接将篮球砸在他的脚上 兄弟二人非常爽 这才是老大的性格 沈依晨霸道宣布 骂我可以 骂我朋友不行 篮球队员被激怒 拽着沈依晨的衣领 沈依晨顺势给了他一个息息 小爷可不是白给的 随后挑衅的向其他队员勾勾手 来啊 你们要来帮忙吗 看到没人赶上前 沈依晨嘲笑 看来你们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吗 篮球队员不服 你知道我哥是谁吗 沈依晨好笑 小爷我怕过谁 篮球队员让沈依晨报上大名 沈依晨淡定开口 在下闭笑 哦不 A笑沈依晨 篮球队员一听 居然是把他搁斗的跪地求饶的小霸王 一时腿软 这时寄予名气喘吁吁的跑来 看到这个场景 一脸严肃的询问 你们在干什么 是在打架 两个人刚访合的关系 又要误会了吗 看到双方剑拔哪张 纪余明赶紧询问沈依晨 你们在打架 沈依晨不知道纪余明 什么时候来的 是不是看到刚才他打人了 觉得完蛋了 队员赶紧上前告状 学长 他们霸占球场 还动手打人 沈依晨却因为他靠近纪余明 莫名觉得不爽 不满地对了回去 切 冤枉我 明明是你先丢球的 先动手的也是你 沈依晨的兄弟也不愤地反驳 你瞎说 球场不是还给你们了吗 两方争持不下 沈依晨不想在纪余明面前打起来 出手拦住自家兄弟 挡在纪余明前面 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兄弟蒙圈了 老大 是哪边的呀 沈依晨正色道 我当然是你们这边的 兄弟更蒙了 那你倒是站过来啊 纪余明拍了拍沈依晨的肩膀 和校队队员解释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其实是我建议他们来室内球场的 我忘记今天是校队训练日了 是我行事步骤引发的误会 抱歉 这诚恳的态度 和优雅的姿态 好像四周开出了鲜花 队友被这画面黄了眼 队员依然不服 学长这个你没关系 我是看他们站着球场 还骂人太生气的 纪余明觉得骂人应该是个误会 于是让沈依晨的兄弟解释一下 兄弟两人仔细回想了一下 才知道他俩吐号KK 被队员以为是在说他们 误会就此解放 双方有好道别 沈依晨拍了拍戟与您肩膀 厉害啊 我看学校应该给你发个和平奖 我本来挺生气的 你一来我就想断了 想到自己有暴力解决问题 到现在可以和平握手 老妈和小姨也能从货合双打 变成鼓励嘉奖 以后都是美好的生活 纪余明依然提醒 我刚看见你打架了 沈依晨赶紧解释 不是说开了吗 都是误会 是他们先动手的 看着沈依晨在纪余明面前 一副乖乖宝的模样 兄弟俩凌乱了 老大在这人面前怎么这么苦 兄弟俩不敢大声说怕挨揍 好像闻到了瓜的味道 纪余明继续教育 以后有事好好说 不行先找我 沈依晨乖乖答应 纪余明轻易地揉了揉 沈依晨毛茸茸的脑袋已是鼓励 和谐有爱的生活即将展开 醉蒙不止身高差 醉壳还得摸头杀 沈依晨乖乖认撸的模样 看着兄弟们一阵恶寒 纪余明征询二人意见 还想打球吗 兄弟们表示 狗粮太长了 打不动 纪余明心情大好 提议去学校附近吃烧烤 兄弟俩被塞狗粮后 还有肉吃 表示哥们很伤到吗 一行人想着笑外走去 兄弟甲实在忍不住好奇心 老大 这个纪余明不是我们找过麻烦的人吗 你俩现在咋这么好了 沈依晨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模样 拍了拍兄弟的肩膀 往事不堪回首 一切都是误 现在已经解决了 纪余明见沈依晨没有跟上 回头催促 沈依晨立刻颠颠地跟上 两兄弟面面相许 老大这根召唤寿室的真挺好 见纪余明一直盯着手机 沈依晨好奇 看什么看得那么开心 纪余明将手机屏幕递给他看 再看你 沈依晨瞧见屏幕上 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愣了一下 啥 我是狗 一群人来到烧烤店大块果仪 沈依晨却耿耿于怀 刚才纪余明说他是狗 见他一直盯着自己 纪余明递给沈依晨一个肉串 怎么不吃 在琢磨我之前的话 说着将串串递到沈依晨嘴边 吃吧 不要和我客气 沈依晨没法拒绝 低头接受纪余明头位 见纪余明又拿起手机屠屠膜 一脸兴致勃勃 沈依晨开口 你在干嘛 将小脑袋透镜 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两兄弟不离总是要为他俩狗粮的二点 吭吃吭吃埋头狂吃 如果一个人盯着另一个人 长长的眼睫毛 粉嫩的嘴唇 和红彤彤的脸蛋不放 他是要干什么呢 当然是画画的 纪余明让沈依晨做好 看着他在手机上涂涂抹抹 归会一个Q版的沈依晨完成 纪余明还贴心地 给加了一个红脸蛋 沈依晨不干了 怎么还给我化妆啊 纪余明继续增加细节 谁让你脸红 我这是写实画风 沈依晨听完脸更红了 却还是不服的反驳 我才没有脸红 纪余明给沈依晨 加了一对狗耳朵 还特意和小狗狗 做了一个对比 看 你是不是很像这只小科鸡 沈依晨又一次无语 你居然说我像狗 纪余明温柔一笑 你们都一样可爱啊 我很喜欢这只小狗 看见它就会 想起你 后面三个字 不知为什么没有说出口 沈依晨还等着 纪余明后面的话 忍不住问 就会什么 纪余明却转移话题 没什么 吃东西吧 沈依晨一脸问候 这是啥干啥 这时兄弟俩 终于想起他们的老大 大鸡翅终于考好了 老大快吃 早餐过后 一行人相互告别 相约下次再一起打球 纪余明和沈依晨 也一起向宿舍走去 纪余明边左边问 明天我们几点开始学习 沈依晨询问 明天我们要不要去图书馆 纪余明却觉得 图书馆不方便 如果交流题目 会打扰到别人 可以在宿舍 如果你宿舍不方便 明天下午可以来我寝室 沈依晨听纪余明这么说 他主动约我到他寝室 是不是意味着 距离我们成为好兄弟 又进了一步 高兴地答应 笑成了咪咪眼 晚上沈依晨翻来覆去睡不着 反复拿起手机看 怎么还没到白天 一直有狗狗耳朵的萌板小可爱 对你提要求 你会拒绝吗 是不是会忍不住 柔力一番 好好呃呃一呂 任何要求都会无条件答应 晨晨这么可爱 谁能拒绝你 纪余明一晚上 都在坐着和狗狗小沉沉的美吗 第二天不愿意从美梦中醒来的纪余明 一起床就想着沈依晨是不是也起床了 寝室学习开始不久 沈依晨就发现 纪余明不知道和谁一直短心聊天 有时还忍不出笑出声 十分在意 他和谁发消息 还形成这样 他爸妈 还是暧昧对象 手不自觉的用力 比肩静透纸张 正在用信息调侃李维的纪余明 发现沈依晨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赶紧询问 怎么停点 这道题不会吗 沈依晨不好说自己在发呆 直直无无说不出个所言 纪余明却认为自己太对了 透镜过来给沈依晨开始讲题 刚才是不是讲得太复杂了 我放的思路再给你讲一遍 沈依晨偷偷抬眼 看着认真给自己讲解的纪余明 这么近的距离 快到中午 纪余明起身 外卖到了 我洗个脸出去拿 你先自己坐地 说完走进卫生间 这时纪余明手机又有信息进来 沈依晨盯着手机出神 心里不断斗争 好想知道纪余明到底和谁聊天 下一秒又按住要伸出的罪恶之事 怎么可以偷看别人手机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 赶紧拿起书 强制让自己专注读书 纪余明取完外卖回来 刚一进门 就看见沈依晨邀公司的拿着杂体本 今天全部写完了 满脸快表扬我的神情 纪余明检查了一下 表扬道 这么快正确率也很高 今天能早点打篮球了 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呢 学习完成后 纪余明陪沈依晨出来打球 纪余明全身投入 沈依晨却心不在焉 还在耿耿迷怀 纪余明究竟和谁聊天 和他一直提不起兴致 纪余明关心的询问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沈依晨觉得扭扭捏捏 不是自己的风格 打直球才是自己擅长 于是扬起小脸 开口询问 学习时候 一直给你发消息的人是谁啊 纪余明觉得奇怪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沈依晨却没了底气 朋友之间互相关心一下 不 不可以吗 纪余明还是马上回答 是你 听到答案 沈依晨觉得心里哭得松快起来 高兴地说道 原来是他 这个反应让纪余明更加纳闷 李维怎么了吗 沈依晨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也没什么 就是学习的时候 他一直在吵 纪余明立马关心 打扰到你了吗 沈依晨只能顺着他说 当然 我可是要好好学习的 纪余明像红小孩似的 我回去说说他 沈依晨也不自觉是属生娇 那你得说狠点 看沈依晨还没看出李维和小花的关系 忍不住笑道 反应好慢 被他这眉头眉尾的话搞得一头误说 沈依晨奇怪 什么呢 纪余明赶紧转一发品 没什么 李维今天找我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猜是和他前任有关 扭扭捏捏的一点误会 现在还没说开 沈依晨不理解 有什么不能直说 我弟弟失恋也可能是这毛病 都是闲的 谈恋爱谈恋爱 重点就是一个谈字 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 但我肯定是个恋爱高手 我想到以往两人的交往 沈依晨确实是性格坦诚直爽的记者 有话就说还热于付出分享 基于明心里也默默的认同 他 会是一个不错的恋爱对象 沈依晨这是要主动献吻了 终于开窍了吗 因为和基于明愉快的周末学习娱乐时光 周一一大早 沈依晨神清气爽的昂首走入教室 又是要好好学习的一天 看见同学都是死气沉沉的趴在桌上 就知道一定是虚度周末时光了 只有基于明一早就专注学习 不愧是学霸 沈依晨笑眯眯地走进啥招 基于明递给他一盒牛奶 洗碗都贴心地插好 你应该没吃早餐吧 趁热喝吧 受到学霸如此优待 沈依晨满足地稀溜稀溜 背靠着基于明边喝边闲聊 一大早他们怎么都这么闻 边说边透进基于明 基于明看着眼前的笑脸 不知怎的脸疯起来 赶紧转头假装继续看书 沈依晨被他搞懵了 你躲我干嘛 基于明拾口否认 沈依晨调侃 还不承认 大家都是男的 凑一起干嘛紧张 你该不会没和朋友 玩过那个游戏吧 就是和男生们 互相勾肩搭背 把对方叫做老婆 肢体动作暧昧 虽然沈依晨根本没玩过 但是在基于明面前 忍不住说大话 我在闭笑的时候 经常和朋友这样玩 基于明好奇 没听说过 怎么玩 沈依晨亲身掩饰 揽上基于明的肩膀 基于明淡定的问 然后呢 反而沈依晨却紧张了 吴自觉吞了下头水 稳住 不能耽 硬着头皮贴近 然后 就是轻轻 基于明的脸疼的一下红了 吴自觉向后仰头 沈依晨按住他的脖子 向前拉 别乱动 耽什么 基于明身体僵硬 沈依晨继续靠近 心里奇怪 他怎么不拦我 这么近的距离 他的脸看上去好软 真的要亲上去吗 沈依晨按住基于明要轻轻 还让他不要耽 基于明将力不动人他宰车 真的要亲过去吗 见他迟迟没动过 基于明出声阻止 行了 语气冰冷的邪逆着沈依晨 我知道你玩的都是什么游戏了 沈依晨被基于明 突然转变的态度弄懵了 下一年 基于明拍开他的手 语气质问 在闭校 你经常和他们这样玩 沈依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基于明变得这么远色 但之前已经说过会玩的 绝对不能漏心 于是无所谓的回答 是啊 起料基于明的脸色更加阴郁了 沈依晨也感受到了 释放出的低气压 小心地换着他的名字 基于明没有回答 只是沉默地看着沈依晨 想到他以前 还有可能亲过那些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感到莫名的烦躁 感受基于明 传递过来的无名怒 沈依晨觉得好像 有些小命不恐 再次开口询问 你怎么了 基于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突然不想离沈依晨 于是转过身 假装继续看书 没事 上课 老师在上面讲什么 沈依晨完全听不进去 一直观察基于明 是生气了吗 但是基于明一直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 什么也看不出来 沈依晨这种有话 就得说得直长得忍不了 于是透镜并小声地叫基于明 谁知基于明却瞬间远离 为了他一句上课 就再也不理他 沈依晨确定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可是为什么啊 明明刚才聊得挺开心的呀 想不到原因 沈依晨唯你的趴在桌上 自我安慰 也许过一会他就不生气了 基于明以上课为理由 不理沈依晨 沈依晨委屈巴巴的为你 你怎么了 在基于明眼里向着球摸摸的小狗狗 但一想到 他曾经和那些朋友玩的游戏 心情就又不爽起来 小声紧到认真听课 沈依晨像被主人遗弃了的狗狗 瞬间黏了 这时老师要叫同学回答问题 基于明心虚地低下头 之前根本没有听进去课 都不知道老师提问的是哪道题 偷看一眼沈依晨 发现他正在纸上扑扑写写 一脸沉思状 好像遇到什么难题事 心里还有些许欣慰 他难得这么认真听课 却没发现沈依晨揉了好几个纸球 基于明不知道自己烦到的心绪 究竟是为了什么 于是决定理议论 最开始沈依晨说要玩游戏 可是这个游戏其实很常见 以前经常看见李维和别人这样玩笑 除了觉得无聊 也没有什么感觉 朋友间这样开玩笑很正常 所以无关游戏 那是因为人吗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 李维和别人玩这个游戏而感到生气 难道说 我会生气 是因为玩个游戏的人是沈依晨 基于明被自己的这个结论震惊到 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沈依晨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基于明 递给他一个纸条 一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基于明这才反应过来 他刚才写的原来不是学习评计 好奇地接过看看写的是什么 沈依晨见基于明接了纸条 暗暗地吐了口气 纸条上 沈依晨惩慈了道歉 还画了个表情表达心情 基于明这才发现沈依晨桌上的纸条 原来他写了这么多 好奇地问 那些也是给我的吗 沈依晨不好意思地盖着 这些都是没写好的 你看那张就好了 想到沈依晨写纸条时候的纠结模样 基于明觉得什么气都消了 沈依晨撒娇式地混淆 你在生什么气啊 别生气了 基于明心软得一塌糊涂 哪还舍得生气 马上答应过生气了 沈依晨见人终于哄好了 开心结了 终于哄好基于明的沈依晨 正在暗暗高兴 谁知下一秒脑袋被老师一记抹锤 老师怒吼 我听你很久了 上课不好好听课 还打扰别的同学学习 你给我出去 见沈依晨被老师揪着耳朵往外拖 基于明着急地为他解释 老师他没有打扰我 是我要和他说话的 沈依晨不想基于明被老师批评 赶紧和老师说 您别信他 是我在吵他 我错了 我现在就出去站着 回过头用口型对基于明说 下课 说见沈依晨走出教室 基于明有些担心 他还好吗 下一秒 就见沈依晨出现在窗前 还调皮地对他比了个噎 基于明忍不住笑出声 不愧是他 被罚还能扮鬼脸 用书挡住脸 也用口型对着沈依晨说 别 削 张 沈依晨看懂了 愉快地比了个OK的手势 对着玻璃呼了一口气 基于明见他对着玻璃不停地呼气 不知道他的小脑袋又想干什么 猛然想起 以前和妈妈一起看的电影 男主角就是通过玻璃上呼出的雾气 写字告白 手不自觉捏紧书 这家伙要写什么呢 可是沈依晨都要呼断气了 锅里上啥也没有 基于明见他这样真是哭笑不得 现在还没那么暖和 根本没法写字 真是个可爱的小笨蛋 这时手机震动 沈依晨发信息询问他 想吃什么 基于明单手回复 要凭饮料 其他随便 下课后 基于明没看见沈依晨的东西 真去小卖部买东西了 怎么还没回来 肩膀秃脱被人拍了下 沈依晨的笑脸从后面出现 我在这 献宝式的拿出一袋子好吃的 基于明无奈 这么多 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吃得晚 沈依晨将袋子推到他怀里 不是我俩吃 全都是给你的 脸通红通红的憋出两个字 老 我 沈依晨居然叫基于明老婆 这是先抢占一 为吗 基于明被他这突然的称呼叫愣了 害羞的偏过脸 开什么玩笑 沈依晨一脸天真的说 关系好才会跟你开玩笑吗 你之前生气就是很少开玩笑的缘故 其实开开玩笑没什么 听到沈依晨开解自己 基于明反驳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开得起玩笑 沈依晨不解 那你之前为什么生气 基于明被问住 自己也没弄明白 只能回答 我生气也是开玩笑的 回教室吧 快上课 见基于明抱着那么一堆东西 沈依晨很有眼力见的要帮他拿 基于明将比较轻的一个袋子递给他 沈依晨接过袋子 欲言又止得知之无无 基于明好奇 怎么了 想说什么就直说 沈依晨补足勇气 我以后还能开玩笑叫你老婆吗 基于明愣住 你为什么非要叫我老婆 这个问题反而把沈依晨问住了 基于明不解都快考试了 为什么我还在在意这些 妥协地对沈依晨说 算了 你喜欢就行 沈依晨再次确认 那以后我就这么叫你了 这个小家伙除了宠类没别的办法 基于明再次确定 嗯 月考日到来 基于明下笔如有风 胸有成竹的认真答题 沈依晨虽然和基于明学习了一阵 但是依旧抓耳挠腮 领承着不会写也不能空着的原则 极力将卷纸填满 证明思苦想的解题 身旁的基于明却已起身交卷了 沈依晨震惊了 还有二十分钟才交卷了 太太逆天了 考试时间到 沈依晨十分没底地交上卷子 偏偏游命了 走出教室 基于明赶紧询问 发挥得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困难 沈依晨却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考完就解放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明天放假 我什么都不干 就干一件事 打篮球 基于明却不认同 又是打篮球 多没意思 沈依晨好奇极了 那你想干什么 放假第一天 基于明和沈依晨 面无表情地走进一家网吧 A笑的学生 看见后下的够呛 妈妈咪呀 记者不来抓人了 同学异样的神情 吸引了基于明的注意 天生自带的威慑力的眼神贴过 同学们吓得大气不敢出 完蛋了 他盯上我了 谁知下一秒 基于明拉着沈依晨 开了两台机器 同学吐血 上个网搞得这么严肃干什么 两个人到位置坐下 沈依晨调侃道 你看 你把大家都吓傻了 开机后 沈依晨邀请基于明双排 得知基于明玩的不多 沈依晨自信地想 一直以来都是他带我飞 这次我可以在他面前 好好露一手吧 一想到基于明崇拜的样子 沈依晨热血沸腾 我要大展身手了 赶紧开始吧 输入基于明的账号加他好友 结果看到个人主页后 沈依晨崩溃 比我还高两个段 沈依晨手指颤抖地指向基于明 你了半天 基于明见他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 没好意思说 其实这个游戏不难 他更刺激他 沈依晨拍了拍基于明的肩膀 没想到你这种好学生 居然也会争游戏里的虚荣 依附我懂你的表情 找带恋花了不少钱吧 完全不相信基于明都不怎么玩 怎么可能是大师 看哥哥我带他飞越峡谷吧 两人配合默契 一顿输出 沈依晨信心十足 打算一波收割 基于明确他见好就收 沈依晨暗自决定 必须乘胜追击 三杀才能突出我的实力 谁知下一秒直接被KO 孤军奋战的基于明 也很快挂断 沈依晨真想把这组拍起来 为什么老是在他面前打脸 基于明赶紧安慰他 你操作挺好的 如果不是事发突然 刚才你拿三杀没问题 听他这么一说 沈依晨又嘚嘚起来 当然肯定没问题 看他这副小模样 基于明忍不住伸出手 捏住他的脸 是是是 你最厉害 随即基于明靠了上来 那厉害的沈爸爸 要不要尝试一下 基于明在沈依晨耳边低难 我们换个位置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耳边的热气 让沈依晨变腾的闪开 我从不打辅助的 他居然叫我沈爸爸 基于明露出失望的神情 真的不想试试吗 我还没有拥有过一个 称心如意的辅助呢 沈依晨见不得基于明失望 立马答应 我想用你的电脑 两个人换了位置以后 立即开始 基于明主导 沈依晨全力配合 两人配合默契 一顿输出 迅速将对手KO掉 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 沈依晨震惊 他这种水平 应该不是请的带练 他自己打上去的 想到之前对基于明的质疑 以及自己发下的海口 沈依晨真想决定消失 但是又非常不甘心 有可能他只是运气好 于是和基于明提出再来一把 基于明欣然接受 依旧稳定输出 打得对手毫无反抗之力 沈依晨觉得自己 在旁边就像是个打酱油的 非常泄气地趴在桌上 彻底一梦 你平时真的不怎么打游戏吗 你的段位不是带练打的 基于明无奈 哪个带练能帮你打到殿堂大师 沈依晨不死心 职业大神帮你 基于明好笑 你想多了 不过 我之前还真收到职业邀请信 沈依晨吐醒 真想把自己埋了 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 但是好不甘心 我不能躲在他面前被打理 这时手机响起 有人发信息给沈依晨 原来是小瓜无聊找他说话 沈依晨立即邀请他一起打游戏 想到小瓜这个游戏白痴 沈依晨记上心头 有了这个小菜机的衬托 我的实力一定会得到充分的展现 沈依晨邀请小瓜玩游戏 小瓜说还要带一个漂亮姐姐一起 基于明看着沈依晨 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 那个漂亮姐姐是李维 李维接到小瓜的信息 顿时无语了 小瓜说的哥哥和朋友 一定是沈依晨和基于明吧 虽然很尴尬 但还是答应了小瓜马上上线 然后赶紧给基于明发信息 询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基于明有情提醒 别露面 小心掉马 李维决定用科技手段 线上和小瓜约会 幻想着小瓜被自己超神的技术所折服 四人成功登陆 李维用女生变声器解释自己来晚来的原因 沈依晨听到后 马上和基于明摇耳朵 好好听得欲解音啊 基于明心讲话 如果让你知道那女生是李维 不知道你还会不会那么说 赶紧转移话题 我开游戏了 这是小瓜心虚的声音传来 纪学长我和小姐姐可能会有点拖后头 基于明安慰 没事 娱乐一下 沈依晨暗示就是要这个效果 在这里 基于明第一 我第二 李维不爽 小瓜为什么用那么娇滴滴的声音 和基于明说话 等着瞧 臭老技 我一定把你抵下去 游戏开始 基于明依旧稳定输出 凶悍无比 沈依晨和小瓜不断发出崇拜的惊叹 男神好厉害 不愧是你 基于明招呼沈依晨 跟上 沈依晨听话的跟随 同时基于明还不忘招呼李维 小姐姐加油 本来被忽视的李维已经很生气了 听到基于明Q自己 更是气得牙痒痒 老技这个混蛋 居然在我前人面前装大神 看我怎么念头 哎呀呀 他好可爱我好爱 李维不满自己的风头 被基于明抢了 也开始秀操作 想要拿个五杀给小瓜看看 可是想到以前在小瓜面前隐藏实力 不能发挥全部实力 否则会露现的 李维想到一个庙子 可以在团战的时候 躲在老技后面 抢人头 来个双杀 这样也能抢风头 小瓜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于是蹲着一旁等待机会 喜料堂王古禅黄雀待后 被后方不知名的小兵偷袭 李维恼了 敢偷袭本大意 一顿输出把对方打趴下 小瓜崇拜到 小姐姐好厉害 为了隐藏实力 同时恶心一下基于明 李维用变声器 哑声哑气的撒娇 哎呀 我怎么拿人头了 可能对面不会玩吧 音音音 沈亿辰被这声音撩得脸红冒烟 基于明被恶心的摘下耳机 太辣耳朵了 就在大家分神的时候 小瓜中了埋族阵亡 小瓜很沮丧 沈亿辰和李维赶紧安慰 忽然系统提示三杀消息 原来是基于明出手 为小瓜报了仇 小瓜激动的语无伦次 学长好厉害 有学长在 好有安全感 李维见小瓜这么崇拜基于明 气得不要不要的 无处发泄 只能对着基于明的床铺 一顿嘴炮输出 我恨你老记 你就不能让着我点了 文官我不准你对着他发誓 发现后舒坦多了 转身满级回归 准备和基于明他们一起团战 这是小瓜扑过来 小姐姐我们站在一起吧 虽说是虚拟世界的小瓜 在和他撒娇 但李维也忍不住心跳 他好可爱 我好爱 他以为他喜欢他 他以为他喜欢他 好混乱的关系 就在李维沉溺的温柔箱里 沈亿辰突然提醒基于明 有人偷袭 李维觉得表现的机会来了 一个闪现挡在基于明身前 基于明也默契地配合输出 两个人来了个漂亮的双杀 小瓜感叹道 小姐姐好厉害 又拿人头了 和学长配合得真好 李维听到小瓜的夸奖 高兴地对基于明嘚瑟 怎么样不错吧 刚刚帮你拿到双杀 是不是要叫我一声好姐姐 基于明立刻回击 你叫我好哥哥还差不多 这么有默契 再来一局吧 沈亿辰听到基于明说 和别人有默契 心里不太痛快 听着两人旁若无人的调笑 心里更是觉得酸酸的 心绪不明 游戏中总是分神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把自己送到对手面前 被一顿猛回 瞬间阵亡 基于明为他解围 他按错见了 拼住沈亿辰站在他身后 可是接下来沈亿辰 依然无法集中注意力 不是操作错误 就是反应过慢 基于明虽然不知道沈亿辰怎么了 但依然努力挽回局面 尽最大可能护住沈亿辰 但由于之前失误太多 两人双双被KO掉 沈亿辰颓了 我怎么越打越差 虽然基于明依然安慰他 没关系 只是游戏 输赢很正常 可在沈亿辰眼里认为 基于明很嫌弃他 不想和他玩了 小瓜看沈亿辰心思飘渺 走路都打破 哥哥很不对劲 难道是因为 小姐姐和基于明 配合默契吃醋了 不行 我得为哥哥做点什么 这实际语明招呼李维 大招好了吗 我们因他们一波 小瓜急吼吼地冲上 我的大招也好了 让我去帮学长吧 李维反对 你比较脆 也没有威仪技能 我去比较好 小瓜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 只能是出大招 撒娇道 我不管嘛 小姐姐 你就让我和学长一起玩嘛 李维疑惑 你干嘛非要跟过来 小瓜继续撒娇 我崇拜学长嘛 就想和他打一路 李维以为小瓜喜欢基于明 十分烦躁 语气不善 你回去 见表弟撒娇卖萌 只为和基于明一路游戏 沈亿辰内心不平静 小瓜这么在乎基于明 难道那篇小说 是他自己的心愿 这么说来 基于明就是妥妥的蓝颜祸水 忍不住偷瞄了一眼基于明 却发现基于明向他靠过来 眼前突然放大的温柔阳光帅气脸床 这个祸水靠这么近干什么 基于明摘下沈亿辰的耳机 贴近沈亿辰低声对他说 他们太爱识了 这盘直接投降 下局我俩自己开 沈亿辰对基于明这温柔攻势毫无办法 本能的乖巧答应 基于明开始故意放水 不出意外这句败言 然后假装要休息提前结束游戏 小瓜也乖乖地答应 还不忘牵线 让沈亿辰记得要送基于明回寝室 下一秒 基于明神采意义地招呼沈亿辰 我们单独开门 沈亿辰再次沦陷在基于明 散发出来的魅力中 这祸水太危险了 小瓜是搞不定的 谁能把她收服你 脑海中不禁图现画面 樱花树下 一个漂亮妹妹伤心地问基于明 我和你的书同时掉进水 你会救谁 基于明抬起勾人的眼眸 神情地回答 当然是你 妹妹被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但是却是女装沈亿辰的脸 沈亿辰崩溃 我怎么会歪歪出这个环境 还好基于明专心游戏 没有注意到沈亿辰的走神 两人配合默契 很快拿下这一局 沈亿辰高兴 以后我只给你当捕住 基于明也沉默 以后我也只带你飞 这突如其来的约定 让沈亿辰内心莫名地颤动了一下 两个神经大调 感情迟钝的家伙 兴致勃勃地研究以后的游戏搭 基于明要和别人跑了 这是啥情况 沈亿辰与基于明游戏 遇到秒头的对手 沈亿辰觉得秒头 不考虑队友的感受很没品 基于明却认为 如果是因为女朋友的要求 倒是可以理解 沈亿辰震惊 这么说来 如果他有女朋友 女朋友有要求 他也会丢下游戏 和一起打游戏的对比 有话不能憋心里 沈亿辰立刻开口 基于明我问你 如果你谈恋爱 你女朋友在你打游戏的时候找你 你会挂机吗 基于明想了想 我应该会找一个 跟我一起玩游戏的对象吧 脑海中想到的 却是和沈亿辰一起的画面 如果他真有这个需求 我会挂机的 沈亿辰不知道基于明脑中 是啥画面 只觉得这家伙有异性没人性 却有一种 不想让基于明谈恋爱的想法 还好他现在没有女朋友 短时间内 应该也不会有吧 这时发现小瓜发信息给他 焦急地告知沈亿辰 表白墙上年纪的吉花 好像要向继续长表白 据说此人表白从没有失守过 还特意发给沈亿辰 看他的照片 听到表白从没失守过 沈亿辰心头一紧 这是害怕什么来什么吗 没有心思在游戏 沈亿辰和基于明回到寝室 统统告别 基于明奇怪 平时都嚷嚷地送我回去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沈亿辰回到寝室 躲在被窝里 查看表白墙上的铁子 没有指明造型地说 表白对象是基于明啊 是不是小瓜弄错了 不过看他描述的时间 班级篮球有一赛 那不就是我刚来一班的那次吗 那天我故意发挥失误 前半场被二班压制 多亏基于明带着翻牌 还说那人笑起来好看 虽然没有点名道姓 但是这妥妥的 就是说的基于明啊 想到小瓜说这个极花 表白从没有失过手 这可怎么办 基于明那么重色轻名 他要是被追到手了 我就失去这个朋友了 沈亿辰觉得天要他了 完蛋了 不过他表白的前提是 考金月考前100名 说不定考不进 第二天月考成绩公布日 小瓜第一时间发来消息 极花没有进前100 沈亿辰高兴坏了 天助我已 这样基于明 就能继续留在我身边了 忍不住高兴出声 终于可以送我一口气了 这时班主任 叫沈亿辰上来取试卷 忍不住教育他 倒数第一还送口气 回到座位 基于明拿过他的试卷 给我看看你的错题 忍不住问 进步很大了 所以这么开心吗 沈亿辰当然不能告诉他 开心的不是成绩的原因 还没高兴多久 小瓜又传来信息 完蛋了 他反悔了 沈亿辰得看一看 吉华表示 学习已经不能如愿 爱情不能再翻车了 沈亿辰无法接受这个恶号 基于明见他前一秒没开眼笑 下一秒好似被雷劈了似的 忍不住关心地叫他一声 却见沈亿辰累眼汪汪地望着他 担忧地提醒沈亿辰认真听讲 望着即将成为别人男友的基于明 沈亿辰内心五味杂陈 无法接受基于明和别人成双入对的画面 沈亿辰决定做点什么 在下课铃声响起的那秒钟 沈亿辰狂奔出去 你真的要和他表白吗 听说他很难追啊 吉花梦娇娇却毫不在意 喜欢就要说出来吗 追不到再说呗 听到这么酷的爱情宣言 沈亿辰觉得季语明 一定会喜欢这种类型的 沈亿辰拼命奔向吉花的班级 要赶紧见到他 望着眼前这个俏丽的女孩 沈亿辰询问 你就是一介的吉花梦娇娇吗 梦娇娇觉得眼前的男生很眼熟 猛然想起 你就是必笑笑罢沈亿辰 沈亿辰立刻承认 不过心里却在纠结 我要怎么和他说 我以什么身份说 太奇怪了 人家表白关我什么事啊 只能换个套路 和他讲道理 基于明成绩这么好 因为导恋影响成绩太可惜了 岂不是因此错失一个动物 达定主义刚要开始发表演说 才发现孟娇娇和朋友 已经准备离开了 赶紧叫住他 却被他的滑板吸引住 这就是传说中的 剩下限定的王者之行 他居然买到了 实力兴 完全忘记了来找他的初衷 你的滑板 可以借我试一下吗 急花猛了 原来他找我 只是想借我的滑板 而另一边 下课后 基于明打算去小麦布 转身问沈亦辰 要不要给他带点什么 结果沈亦辰却已不见踪影 发信息给他 半天也没有收到回复 正在纳闷沈亦辰去哪了 听见班里女生聊起八卦 提到自己 听了一下 原来是在讨论 及花梦娇娇要表白的人是谁 一个女生认为一定是技端 另一个人却觉得不一定 基于明正觉无聊 却听到另一个女生说 看到孟娇娇和沈亦辰在一起说话 表白的人应该是沈亦辰 基于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侧头仔细听两个人的谈话 最后还是忍不住出声询问 你们说的表白墙在哪里可以看到 两个女生立刻殷勤地指基于明看 基于明仔细看着表白贴 9月1日的友谊赛 那天只有一班和二班的比赛 帖子上说的逆风局 好看的笑容 这不就是沈亦辰吗 越看越觉得说的是沈亦辰 基于明不淡定了 等他回来问问他 沈亦辰大汗淋漓一脸满足地回到教室 不愧是限定桃花板 踏上去好像我的技术都得到升华了 看着他面色潮红 爽逼了的神情 基于明第一诚地询问 你刚才去哪了 沈亦辰这才反应过来 去找孟娇娇的目的 这是绝对不能让基于明知道 于是一脸心虚地假装无视 没 没去哪儿啊 见他没说实话 基于明觉得之前女同学说的是真的 沈亦辰和孟娇娇看来真的有点正 语气淡淡的 老师来了 上课吧 沈亦辰看基于明没什么反应 这关应该是过去了吧 课上基于明再次无法集中注意力 脑海中不断浮现 沈亦辰和孟娇娇一起画面 不行 他的成绩好不容易有一些提升 放任他去谈恋爱 肯定考不上好大学了 下定决心 绝对不能放任不管 这时 老师突然叫基于明上台做题 沈亦辰不知道基于明的心理状态 一脸天真的给基于明加油 即使在前面做题 基于明的脑子也没有停止刚才的想法 他要谈恋爱 起码也要跟能帮他提升成绩的人一起吧 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看见他 即使脑中思绪不断 依然准确地解除答案 台下沈亦辰一脸崇拜地望着基于明 这也太强了 不愧是未来的动物 我要看见他 让他好好学 这时收到孟娇娇的信息 约他放学切磋一下 沈亦辰趁机定下约定 赢的人可以提一个条件 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滑板赢了他 让他别和纪余明表白 我真是个大聪明 回到座位的纪余明 就看见沈亦辰看着手机 笑得一领花痴 以为他正和孟娇娇在短信传情 纪余明要接受吉花的告白了 这怎么行 下课后 沈亦辰告诉纪余明自己有事先走了 纪余明明知故问 你去哪 我也去 沈亦辰不想纪余明知道 他去阻止孟娇娇 表示不太方便让纪余明跟去 纪余明不满 怎么不方便 你不是去约会吧 沈亦辰赶忙否认 纪余明霸道地搂住沈亦辰 既然不是约会 那我就和你一起去 沈亦辰心里着急 要不给孟娇娇发个信息取消吧 不能让他俩见面 万一娇妹直接表白怎么办 正想着 一个人拦住了他俩的去人 看到来人 沈亦辰彻底光了 你怎么会来 纪余明 能好奇地打量面前的女生 孟娇娇大方表示 下课早索以来教室等你 顺便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 只是脸红地盯着纪余明 纪余明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最怕空气突然地安静 三人都沉默无语 沈亦辰觉得完蛋了 这是什么修罗场 按照娇妹撒哥的性格 一定会直接表白 达出表白信 然后纪余明欣然接受 两个人牵手成功 这实际余明忽然开口 打断沈亦辰的胡思乱想 你不介绍一下吗 孟娇娇抢先开口 我自我介绍 学长好 我是孟娇娇 还主动伸出手 纪余明也礼貌性地握了一下手 我是纪余明 今天会和你们一起去玩 你们是计划王滑板吗 见孟娇娇没有直接表白 沈亦辰松了一口气 可能是我在场吧 听到纪余明说他不会滑板 赶紧扑口婆心地劝说 不会就别滑了 你先回寝室吧 这个运动有难度容易受伤 你不是允许吗 万一晕了怎么办 纪余明不冷 出血量不大就不会晕 而且我喜欢挑战 不会可以学吗 说完招呼孟娇娇一起走 留下沈亦辰一人风中凌乱 沈亦辰见两人有说有笑 赶紧快步追上 此时二人都不知道 对方心里都暗下决心 绝不让对方和孟娇娇有谷处的机会 纪余明居然在别人面前搞爱门 这是要宣誓主权吗 因为纪余明也要一起 对沈亦辰提议回寝室再拿一个滑板 三人来到沈亦辰的寝室 孟娇娇和纪余明呆愣地看着 沈亦辰忙忙糟糟东翻西找 纪余明看他像无头苍蝇似的乱转 只能出手一下子就找到了 在这儿 你的东西总是乱放 孟娇娇好像看出什么 嘲笑沈亦辰 你对自己的房间还没有继续长熟悉呢 纪余明立刻回答 我是比他熟 上次寝室抽紧 还是我帮他收拾的 听到纪余明提到上次抽查 猛然想起那本颜色毒物 赶紧脸红地阻止纪余明继续爆料 纪余明却误会沈亦辰要在女生面前保持形象 不满地表示不讲了 下一秒在沈亦辰耳边逼声说 要在女孩子面前给沈爸爸留点面子 我懂 沈亦辰只觉得脸红得要冒烟了 立刻娇羞的小圈圈捶胸口 说什么屁话呢 纪余明捉住沈亦辰的手 暧昧不明地调侃 好痒 你怎么又动手动脚了 孟娇娇觉得磕到了 忍不住笑出声 见两人望过来 赶紧收回表情 纪余明后知后觉 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有奇异 沈亦辰也好像反应过来 两个人脸红对视 又立刻别开视线 假装无事发生 教计与明玩滑板 纪余明欣然接受 于是脱下外套开始热身 孟娇娇立刻赞叹 一看学长就是经常锻炼的人 见孟娇娇盯着纪余明 沈亦辰立马挡住 借口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热身 咱俩先比一局勒 孟娇娇却一脸嫌弃地推开沈亦辰的脸 快闪开 别挡着我看帅哥 沈亦辰心狡化 我就是为了挡着你才来的 怎么可能让开 见他俩旁若无人地打闹 纪余明跌坐在地上 抡着脚腕 假装崴到了脚 孟娇娇见纪余明扭了脚 立刻上前关心 沈亦辰一个剑步拦在两人中间 让我来吧 他很重 然后背起纪余明 纪余明不满 我很重 沈亦辰不能说那是个借口 只能接着说 我本应该还好 女生就搞不定了 纪余明故意把腿拖在地上 向下用力 那就那你看看有多重 沈亦辰被压得纵弹不得 只能要求纪余明 你动动腿啊 两只腿一起夹住我的腰 快动起来啊 听着他俩的虎狼之词 孟娇娇转过身 掩饰莫名红起来的脸 纪余明脸红地按照沈亦辰的要求 沈亦辰觉得一下子能使上力 对吗 这样就好被多了 将纪余明放在椅子上 孟娇娇提议 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 沈亦辰伸手要看一下纪余明的脚踝 纪余明立刻制止 沈亦辰不紧 怎么了 纪余明怕沈亦辰发现自己是装打 只能继续假装 脚踝一碰就疼 沈亦辰立马踪手 不碰了不碰了 怕他担心 纪余明安慰 不用担心也不用去医务室 我脚脖子软 经常你 休息一下就好了 孟娇娇让沈亦辰送纪余明回几时休息 但是沈亦辰却有点遗憾 这样的话我的滑板作战计划就泡汤了 本来赢了就能借机劝娇妹 不要表白纪余明的 听见孟娇娇的话 纪余明暗自高兴 这样我就能和沈亦辰回去了 但看沈亦辰似乎还想玩 于是对沈亦辰说 我在旁边等你 你们去玩吧 沈亦辰高兴极了 那我和娇妹在滑板去了 纪余明觉得只要我在这儿 不让他俩私下接触 应该不会有什么 但没想到打脸如此之快 看着嬉戏打闹的二人 纪余明一脸飞现 立刻出声阻止 你们不是要比赛吗 现在是在干什么 纪余明要开窍了 知道动手动脚了 在纪余明年龄 两人旁若无人的打琴骂靠 威及值逐渐上升 不自觉握紧双手 却还要面上笑嘻嘻 你们还要多久开始比赛 我还想看看谁能赢呢 孟余明马上指使沈亦辰赶紧搭好 两人约定 滑板压到输 或碰到输就算输 正要开始 沈亦辰却突然扭了腰 暗骂了一句 疼得泪流满面 孟余明关切地询问 这是怎么了 但是在纪余明角度 看到的却是孟余明搭搂上了 沈亦辰的腰 两个人亲密无见 威及值又猛地上升 纪余明呆愣地看着二人 他们两个拥抱了 下一秒光速挤开孟余焦 焦急地跑到沈亦辰身边 腰没事吧 快让我看看 孟余焦忍不住吐槽 学长你脚没事了 纪余明哪 还管得俩那么多 没事了 本来也只是晚了一下 一心担忧沈亦辰的腰 伸手揉按起来 揉一揉应该就不疼了 这样是不是输得多了 沈亦辰不敢动 乖乖地任由纪余明摆用 孟余焦焦被两人的亲密惊呆了 这是我能看的吗 纪余明趁机劝沈亦辰 腰扭了就早点回去 下次再比吧 沈亦辰虽然觉得遗憾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能听从纪余明的建议 三人一起向寝室走去 路上刚巧遇到李维和小瓜 沈亦辰给二人介绍孟余焦 小瓜将沈亦辰拉到一边 你是不是傻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这不是隐隐入室吗 沈亦辰无奈 我也不想啊 不让他们单独在一起就可以了吧 李维也想起 孟余焦焦就是表白墙上的那个女生 也很好奇 你们怎么和孟余焦一起 她是和沈亦辰表白了 纪余明不爽 关你什么事 看纪余明这反应 李维觉得这里有料 故意刺激纪余明 你说沈亦辰和孟余焦焦站在一起 是不是很配啊 立即引来沈亦辰和孟余焦的不谋 瞎说什么呢 纪余明没好气地对李维说 他们两个不可能 李维顺势追问 为什么 该不会你喜欢她 纪余明愣住 两人同乡时到现在的一面目 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 喜欢她吗 撒花撒花 纪余明终于承认了 她对沈亦辰的感情 见纪余明和李维在一旁说悄悄话 沈亦辰着急 他们该不会真觉得我俩有一点吧 沈亦辰大声对着李维宣誓 我和娇妹是纯纯的兄弟情 你不要胡说 李维无所谓的笑笑 嗯嗯 我懂的 就像你和老纪一样的兄弟情 见纪余明望着自己 沈亦辰觉得哪里不对 小妹跟我的感情 和纪余明好像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哪里不一样呢 见沈亦辰一脸纠结 李维继续和纪余明摇耳朵 沈亦辰澄清的时候 那女生的表情一点没变 看来她的目标不是沈亦辰啊 纪余明松了一口气 还好 李维调侃 你先别放心太早 有可能表白对象是你了 你看沈亦辰为难的样子 肯定是梦娇娇拉着她状态 你说沈亦辰现在是什么心情 说不定她巴布的好姐妹 和你好伤啊 纪余明觉得现在的危机 只已经暴肯 美好气地让李维逼 李维愣了 我说错什么了 该不过我之前真说对了吧 你喜欢她 纪余明望着沈亦辰 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原来之前一直忽略的 纠结的 不知道原因的感情 是的 我喜欢她 听到纪余明的回答 李维难得正经起来 望着走到面前的二人 你还是先解决她吧 梦娇娇红着连鼓勇气 刚要开口 李维和小瓜突然冲上前 高喊 别冲动 两人苦口婆心地规劝 人生当务之极应该树立一下 刻苦学习 有些是千万要慎重 不要冲动 就在他们乱作一团时 纪余明悄悄呼唤沈亦辰 过来 我们一起走吧 沈亦辰看着纪余明伸出的手 脸开始发烫 他是要拉我 悄悄地走过 还在纠缠的三人 将手搭在纪余明手掌握 两人手握在一起 我们一起回请示